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HGCFINAL場的總決賽 對 終於來到決賽局了 真的是真的是很 五五開的兩個隊伍 怎麼 到底要怎麼看 而且我們剛剛還看了他們兩個 他們兩隊伍的介紹影片 還有一起洗澡 對 一起洗澡泡澡 那邊電視竟然是播放的暴雪櫻霸 他們就這樣邊洗澡邊泡澡邊討論戰術 因為戰術是這樣討論出來的 Fanatic戰術 欸真的不瞞你說 我有自己在宿舍一邊洗澡 然後一邊把那個手機放在這邊看 真的 就是我都是邊睡覺的時候邊看 難怪比較容易睡著沒看完 難怪比較笨一點 缺一點朋友一起洗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找阿怪 你們等一下就可以去旁邊洗澡 對 旁邊好像可以洗澡 感覺你們就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等一下吃什麼 一邊洗澡的時候 等一下連賽要怎麼打 好 那個 你們現在很容易撞到嗎 打連賽的時候 沒有 我很久沒有撞到他了 很久沒撞到他了 阿怪人家在呼喚你 呼喚你 呼喚你啊 Fanatic 對上 MVP Black 對 我覺得兩隊 都是勢如魯魯族耶 真的都是勢魯魯族 而且非常之快耶 完全讓我招架不住的那種感覺 欸 還好有早點先過來 不然不然就 就會有點來不及 就要跟罵老師一樣來不及 阿嬤老師他是撥完鬥陣又去撥星海 而且其實那個攝影棚都在不同地方 對啊 一下在內湖 一下在哪裡 就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他就是趕場啊 沒關係 我先頂替他一下 等一下他回來馬上換阿嬤 欸 不給他休息 這樣真的是 感覺 感覺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會有點講不太出話的那種Fu 怎麼了嗎 為什麼 就是體力啊 喔 你說體力上的關係 對 我可能要 刻一點精力 體力才能回滿 可能需要喝點什麼 然後刻點什麼 阿怪剛剛是刻了三包洋芋片啦 難怪他這麼有精神 而且我剛剛在那邊跳說 我想要吃鹹的 然後鹹的都被阿怪吃完了 只剩下甜的 只好等早餐了 可是等一下已經沒他的事了 他還把那個我們的儲備糧食都給吃完 真的 不玩一場就吃一包 沒事 這邊 繼續看一下我們的比賽 Fanatic現場 全部都是Fanatic粉絲 哇 這個圖片也是畫得很可愛 光明之翼耶 你知道亮翼另外一個翻譯就是光明之翼嗎 不是金玲龍嗎 蛤 金玲龍是他那個啊 這個生物叫金玲龍 哇 這邊總得需要讓Fanatic喘口氣嘛 所以我們中間休息了這麼久 對 因為他們剛跟Balistic剛打完嘛 MEP已經休息很久了 他們總是在休息 他們從這個比賽 這個賽事一開始就是一直在休息 打完2比0就結束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地圖的分選嘛 對 接下來是兩隊的精彩畫面 精彩重播 哦 這是他們之前在瑞典遇到的時候 他們這兩隊 以前還是有Merry Day的時候的MVP 不知道這一次MVP能不能重返榮耀 就看這個這一次的BlizzCon了 沒錯 以前在 Merry Day就是 就是退下來以後 然後在天梯場玩薩姆羅的那個 難怪比賽場 他曾經比賽也有出過薩姆羅啊 對 所以看到那個北美薩姆羅 他是不是對薩姆羅真愛啊 對我覺得 那個北美薩姆羅 我都想起他的影子了對不對 Merry Day雖然退役了 還是讓人家想到他 不僅是長得帥技術也很好 沒有啦 很多那種就是原本 原本的那些職業學者 各自到了一些不同的地方 好比像那個Nobleeds 現在是變教練嘛 沒錯 他直接來到MVP Black 這邊當教練 剛剛聽你們說是有一種 要集合一起來對抗歐洲的那種感覺 沒有 只是隨便講幹話 講講幹話 沒有 當然不可能會知道 真的是怎麼樣嘛 就猜一下 這邊要來集體對抗 Fanatic這個大魔王 畢竟瑞典的 瑞典賽事的總冠軍 沒錯 全球冠軍 再看一次這個賽程表 哎呦 這個 Winner 可以拿到50萬美元 就是 那第二名20萬 差很多 差30萬美 差非常多 這個是MVP Break的畫面 在這次的時候 我們準備很足夠 所以 我們在這次在Bleececon 我們新的Koch人 選擇了 Koch人 有很多盾 所以 Koch人的名字 我們看了 我們準備得多了 不會負責得而 我認為 我們還沒看到 有很多事情,我準備了很多 我可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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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在韓國和英國的一名 我們會很有趣 我會覺得我們會不會有趣 如果我們會在這場 我們會不會贏 所以,本来也很难以为, 因为,我们是在比赛时, 所以,我们可能会变成了个状况, 但是,如果我们会变成了, 比赛时,也在比赛时, 会变成了个状况, 我最初来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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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衛掉 如果我聚集《彩ológico popping》 我能够在衛党的歌 我可以聚集中居 mehr可以聚集中 我希望這件事很大 我感到都要登了 col终各小аемся 与刘子 doc 遽罗中选を It's going to get really z��的 놓 subject but you know gj随之后 We'll just have to go in there do our thing and if we prepare well I think we have a decent chance Now that we face mvpブlec kind of grand finals It's a rematch of last year's semi finals which we won pretty convincingly Even though We were a big underdog Ump always seems to choke on LAN like the last years So 所以我希望我们再次做 如果我们赢了 我可能会不会玩过去年轮延和去 Bahamas 所以我本来不知道 如果我赢了我可能会不会做任何太有趣 外面的普通 我可能只要比较多 当我回家和朋友和女朋友 我只是在那里 我会在乎的地方 哇,兩隊,強隊,這兩個禮拜來,從來沒有碰過,因為都在不同小組,一個A組,一個C組 看到這最後,最終決戰的這兩個對戰組合,我心中有兩種心情啊 兩種心情 對,就是其實我支持Fanetic他們贏,因為我希望說,因為現在幾乎各種朋友遊戲都是韓國人稱霸,大部分的遊戲都是韓國人稱霸,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上,就是韓國人 這邊MEP,進場,氣勢來勢洶洶,對取一個甜美靦腆的笑容,有點害羞,深色,真是可愛 這邊是南魔隊,相信這種大場面見過不少,舉手揮手,現場都是他們的粉絲,SMS,真是很帥 對,就以土場來說,他們現場的粉絲肯定是比較多的 真的 然後剛剛那個話說到一半,就是,我覺得大部分的遊戲現在都是韓國在稱霸嘛 所以我希望,如果暴雪英霸的遊戲是Fanetic他們拿下來的話,反而就是變成一個,這款遊戲的特色之一 就是歐美的,歐美這邊永遠就是拿著冠軍 對,不想要每一個遊戲都好像變成韓國的形狀一樣 但是我還是希望,因為韓國雖然拿很多冠軍嘛,但是每一隊還是每一隊不同人嘛 那我還是希望這邊MVP能,因為他們已經落馬很多次了 很多次大家都看好說,哇這次冠軍就是MVP,沒想到 大哥回來了,然後,然後No Breeze當教練了 真的,希望他們這次不要花鐵爐,這種冠軍賽好好啦 嗯,剛剛說比較希望說不要讓這款遊戲也落入韓國人的手裡 可是我認真覺得,我覺得MVP的實力比較強 真的,MVP零敗,而且Fanetic這一次又蠻飄渺的 對,Fanetic這一次感覺比較不穩 沒錯 整體而言啦 那,雖然說到比較不穩,就是以剛剛的比賽還有前幾天看下來 其實他們好像有點在轉一下自己的風格 已經開始慢慢調適了 對,遇到韓國人就是也要用韓國人的樣子來對付他們 沒錯,而且,嗯,Ben角之餘還可以先搶角嘛 對,因為如果拿一樣跟韓國人搶角 那這樣韓國人的,他們能選的角色就變得很少 口袋就會被限制對不對 對啊,反而說打不出他們原本想要打的陣容 而且其他隊伍可能還要去ban他們的鳥人 或者是否刻怪,這種比較不在META上的 對,就是必須要浪費一個ban 去限制他們的那個選角 但是這就是Fanetic的優勢 因為他們前面打出的名氣太高了 嗯,套路多 玩的套路多,然後會的陣容又很 就是又默契又很好的那一種 所以必須得ban掉 banpeak上就會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在Fanetic的對手就會有這種抗ban壓力 沒錯,但是我覺得MVP會的角色會的套路也不少 也不少 雖然說這一次賽事看起來看數據看起來他們都很愛用閃光 嗯,就是Kilchia跟Satay,閃光跟小護士 就是在比賽拿的東西可能沒有比那個Fanetic的多 可是他們其實也是有自己的套路的 沒錯,那這邊一樣是小 嗯,這邊 這是什麼,用小起點 然後可以拿做起現場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特哥老師 我看到好多人都在穿那個末期裝 對,現場賣那個末期裝 超級可愛的 超級可愛的,我也想要買一個 我看到有人在拿縫合怪娃娃 這邊全部 不過看了這麼多畫面 到底有沒有看到我們在試的人啊 有MVP,有MVP的粉絲喔 韓國國旗 肯定有的 韓國國旗 Winner Winner,KR Winner KR Dinner KR Dinner嗎?我沒有看到 這個不是那個嗎 那個某款遊戲的梗嗎 屈坑Dinner嗎 這不好說 所以這個 就總結一下剛剛的那個說了這麼多 就是 心中支持Flantic贏 但是我心中覺得MVP的實力比較強 嗯,那我跟你 跟你相反 你跟你相反嗎 沒有沒有,我是 應該說不算相反 我是覺得MVP實力比較強 那我也希望MVP會贏 哇,就是 一個自死自中 100%的自死欸 這邊臉上寫的腦粉有沒有 腦粉 剛剛我們前面幾天播的那些說難摩對 好話的匪歐怎麼不見了 沒有啊 我這邊還是希望 因為 要輪替嘛 總不能都是歐洲的時代啊 沒錯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第一章地圖 Fanatic所選的詛咒古地 核武戰地跟巨龍軍都已經被ban了 哇 欸 現場有人在射紫飛機欸 太high了太high了 我也好想去參與現場喔 選手就在你面前打給你看 而且你還可以看到 就在你面前打給你看 然後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簽名 哇,我覺得我們Dino是不是想歪啦 沒有沒有沒有 怪怪的 我只是在重複你說的話而已 好 詛咒古地 決勝局第一盤開始了 MVP 一立刻就ban掉 ETC 因為剛剛 打Balistics的Fanatic的ETC 用的真的是好 用的真的是好 沒錯,Fanatic變塔薩達這個應該是 封鎖閃光的套路啊 沒錯 哇,第一個 阿巴瑟詛咒古地拿出來強勢角 有沒有來一個德哈卡 德哈卡選起來 福斯塔德也可以 對 亮翼也可以 但是沒有必要前面就先搶亮翼 對 就是三拳拳流的套路 就是在詛咒古地用的 那接下來 就是看他們 我覺得 穆拉丁再加一個抗衡 全球流的角色 或者是 穆拉丁可以啊 或者是這邊直接 來一個無敵八道 喔 德哈卡還是得拿出來了 他先把 葛雷曼搶起來 有道理 畢竟怕你拿雙狼人買 阿巴瑟複製體更可怕 嗯 葛雷曼這個選擇是 用來限制MVP的 口袋跟組合 但是阿巴瑟能搭的陣容 MVP 能拿的也可以很多啊 伊利丹也 甚至伊利丹都可以 對 伊利丹之前也是他們很愛用的 就是在改版之前 或者是 再來一個折拉圖 有沒有機會 雙折拉圖 雙伊利丹 我覺得這種 近視的感覺 會留在後面一點 對 一定要在後面再出招 對 所以先長 先長起來 把穆拉丁拿起來 果然 穆拉丁雷加 你看雷加也可以搭伊利丹 也可以搭折拉圖 也可以搭圓式 所以他們這邊 能選得很多 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對不對 沒錯 他們就選得很漂亮 那 這邊問題丟給粉奈提克了 現在目前為止的五隻選角 除了阿巴瑟是屬於地圖角以外 另外四隻就是 常常出現的通用 就是我們俗稱的萬金油角色 沒錯 因為 畢竟如果你輸出選選 那第二手 有可能就會被粉奈提克 這邊 counter 嗯沒錯 欸不過為什麼粉奈提克 這邊點一個麥迪文 不太可能吧 欸粉奈提克害怕了 這個 開始害怕Rich的麥迪文了 沒想到 有用過一次吧 有用過一次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應該沒必要 我覺得不用那麼怕 其實 有種越看越慫的感覺 粉奈提克 越打越慫的感覺 有點在confused 他們在 不知道怎麼打MEP 因為其實 真的講真的 歐洲跟 韓國這邊很少碰撞 對 大概只有在世界賽 能有碰撞 那上次 上次遇到的時候 就是瑞典賽的時候 已經過這麼久了 META過這麼久了 所以 這兩隊也沒有遇到過嘛 不過因為這是一個BO5賽事 我覺得前面這樣子 都還好 但是 當兩隊交手 可能交手個一兩場以後 那就可以開始看 這兩場有沒有辦法去抓對手的套路 然後進行針對ban 就會很重要 這就是 就是為什麼決賽要多打幾盤 沒錯 而且 MEP在前面的時候 又 又都是拿很像的陣容 沒有 完全不拿其他陣容 我覺得這邊可以封鎖竹坦 竹坦 可以啊 對 要封鎖竹坦 封合怪 封合怪 但是 卡爾洛斯 太瑞爾吧 太瑞爾 都可以 因為 反正就是封鎖竹坦 因為 已經封鎖一個牛頭了 喔 封合怪 喔 還是封合怪 比較怕切割戰場啦 因為Fanatic 一定還缺一個竹坦 這邊勾得很準 無比這個選手 封合怪 怎麼勾就是很準 沒錯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跟別人的勾子不一樣 加成過的 可能是商城買來的 可能是一起洗澡的時候 加一個竹坦 所以 沒有 還是這樣子 好 這邊 換Fanatic選擇 他們還有很多選擇啊 泰瑞爾 足夠鼓勵 泰瑞爾也很好用 對 有無敵開啟來 而且 也蠻期待他們選 札莉亞的 但是 如果選札莉亞的話 會比較偏向 說 可能再出兩個附坦的情況下 才會出札莉亞 如果札莉亞也算進去一個的話 那 這裡他們 也還缺輔助 就是輔助 喔 哇 阿努巴拉克 他們真的很喜歡阿努巴拉克欸 因為有控場 我覺得 FAP ban掉他們的 牛頭就是因為 他們很喜歡用控場的 的那個 毯嘛 那沒有牛頭 另外一個 一樣 很多控場一個Q 一個E 都是控場的角色 就是阿努巴拉克 就是 我最優秀的蜘蛛之王 蜘蛛之王 那你 現在明明長得很像假蟲 他是假蟲啊 他是古木蜘蛛 喔 他就是古木蜘蛛喔 我誤會他了 他一臉假蟲的樣子 沒錯 其實是蜘蛛 反正蟲蟲都很討厭 對 像德哈卡也是一隻蟲對不對 他硬要假裝成機器人 但我覺得德哈卡 但我覺得德哈卡還意外蠻可愛 我覺得蟲 青海的蟲族都蠻可愛的 所以你阿巴瑟最高等 對阿巴瑟最高等 阿薩斯選出來了 比奈希爾王子 札莉亞 哇 哇 這個 三坦陣容 我有想到札莉亞這個角色 但是我沒有想到是MVP這邊會拿 就是我原本想說是Fernetic這邊會拿札莉亞 沒輸出 沒輸出 三坦 但輔助 阿巴瑟 那現在怎樣阿巴瑟出去當輸出 阿巴瑟套在一個肌肉棒子身上 沒有沒有他們已經講好了 阿巴瑟爬出去當輸出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子 新理解 新meta 新理解新meta 新meta Fernetic最後一個陣容 嗯 最後一個 這邊選什麼呢 輔助了啦 又輔助了好不好 欸可以阿 克拉辛 他們現在也很意外 欸 為什麼MVP選了一個三坦陣容 阿福斯塔德選出來了 居然最後一首還是回歸 最初的感動 真的是 跟人家就是 不一樣的 那個兩個組合 兩個隊伍 對 MVP三坦陣 那 福斯塔德就是歐洲 Fernetic愛玩的 嗯 招牌角色對不對 沒錯 招牌 招牌中的招牌 招牌到會被ban掉的招牌 我原本想說他們 最後一首可能就是 就是像我們剛剛說的大松 然後選的比較像是正常套路 沒錯 可是 可是那個看到 MVP突然 MV突然出紮莉亞 都選出來了 我印象猶身 MVP在自己的那個韓國賽事 選了一個三輔助 然後被L5打一個歪頭 真的是歪頭啊 真的是歪頭 真的是歪頭 三輔助選出來 到底能打什麼 而且又是打L5 對 然後現在打Fernetic 他出一個三坦陣 我覺得就是把 扎莉亞當輸出了 對 扎莉亞就是一個輸出 而且 基本上 雷加 我們看的是他是雷加丹奶 其實 因為阿巴瑟本身也有護盾嘛 然後也有補血的功能 然後再加上扎莉亞的套盾 那這樣子 就是有種 兩個都是多功能的角色再配上 雷加 要說他丹奶 也不是的那種感覺 你說 反正阿巴瑟說不定點一個 那個E流 護盾流 然後那個奶量說不定還超越啊 雷加也不是沒可能 這有點夢想的感覺 太夢想了 總之就是 呃 扎莉亞 我覺得就是 定位在一種多功能 又是因為 他才給護盾 他算是 有一點保護型的坦克 對 官方定位在戰士嘛 但是他有輸出 能量來的時候就有輸出 然後再加上護盾 所以又用輔助戰士輸出 三位一體 欸 欸 不一樣 而且Rich玩的 札莉亞 不得了 沒錯 剛剛也有打 Expert的時候也有出過 沒錯 這個切個戰場切個真的是好 我覺得 這種陣容阿 這種陣容其實 會蠻怕 詛咒子彈一波秒的 沒錯 而且這邊有狼人嘛 這邊三個坦克 互相輪流扛 欸你扛完了換我扛 他們出一個大汗陣容欸 大汗 欸這個不是 沒有 我們的那個轉播主好像有一個人剛好叫這個名字 真的 我們轉播主有個叫大汗 但是觀眾不太理解你在講什麼 好啦 那這樣子就是 覺得這種 就是 想要肉死你的概念 就是三個都很肉 沒錯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是 需要一個長時間的會戰 然後 會戰的時間拖越長 那他們 就可以 因為阿薩斯可以吃食屍鬼嘛 然後還有 其他就是 好比護盾阿 然後還有治療 就可以隨時時間 然後拖出更多的護盾來 那 那這樣子的話他們就可以在會戰中 累積出成盾的傷害 沒錯他們 選的坦 好像都還思考過 沒錯 因為就是 能乃自己的坦 然後又有輸出 然後又有輸出 好 比賽今天開始 總冠軍賽 Fanatic選擇Breeze 阿努巴拉克 選擇Breeze 菩斯塔的Swingpick 葛雷麥恩 烏比 德哈卡 再來是 SMX的 單輔助 克拉辛 MVP Black 這邊 到底是三坦陣 誰玩誰 還不知道 沒錯 看一下 in the red side reset 果然就是拿輸出的 詹莉亞 沒有他就是坦克 然後這邊 Sake是雷加 TTSST 是穆拉丁 Kyotia是阿巴瑟 Rich 則是拿阿薩斯 跟上一場不一樣 換人玩了 這詹莉亞 因為詹莉亞就是要佔一個輸出位 這邊有詹莉亞 就是想要跟你偷塔 是不是要偷了 喔 Fanatic這邊也是 雙方都是在一個鏡像開局 不過 詹莉亞這邊也是很能推的喔 但是 Fanatic很聰明啊 他們打的是中路 對 Fanatic雙全球流 全場每一個人 除了阿巴瑟以外 全部的人都是牙醫 就是給你先來一個拔門牙 那 這邊 拆比較慢 然後而且機動性也沒有那麼高 決定繼續拆 對 其實我覺得有詹莉亞 感覺遊戲的節奏就會變快 你說就是速推陣嗎 對 因為詹莉亞很常在 就是像Roro20他們就喜歡用它來 進行速推陣 這邊速推陣 真 果真厲害 推掉一座塔 時間 一分鐘不到 想要捶這個 這個是我覺得有點太 想冰 一 一用過了 又捶又暈 哇 這邊抓到 夸克尼斯的一個失誤 第一滴血 我們這個final場的第一滴血 就是我們佛斯塔的招牌 招牌在這邊已經掀死了 Fanatic這邊拆塔 速度自慢啊 真的啊 阿巴瑟 阿巴瑟被舔到了 這個極大的失誤 Kyocha 沒有機會再跑 這個 穩住了 但是Kyocha 很危險 沒有暈到 慢了 TTST 上路也被拆掉了 Fanatic跟 MVP這邊做個交換 這邊小心要回塵 要小心踩到那邊 不然的話 這個 其實我覺得Fanatic 連回塵都有壓力啊 你殘血真的不能隨便進草叢 不然那個一踩就直接死掉 我覺得這個在世界賽 是盡量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比較好 沒錯 而且MVPB感覺是沒有要打野的意思喔 這邊 喔 如果被阻擋下來的話 那應該就會回去打野 原本想說他們是會 就是拆完下路就去中路 不斷的就是靠著札莉亞 套盾 然後 偷能量 對 札莉亞就是一個能量小偷啊 三個走一起 兩種控制 一個暈 一個兵 然後札莉亞慢能量 當輸出用 然後經驗值 交給阿巴瑟 用兵交給雷加 雷加這個角色 這個完美的分配 居然還是要貪 他們也是貪心 原本想說就是推塔 然後 傭兵也要 塔也要 什麼都要的概念 我覺得傭兵不能放啊 對 這張圖傭兵不能放 但是Fanetti他們就放了 我覺得他們節奏剛剛稍微被打亂 沒錯 那現在德哈卡在上路吸金燕 下路這邊是一個三打 欸 四打四 這邊不太可能 左燒到 這一個殘血 德哈卡下來了 阿薩斯殘血被收掉 然後阿巴瑟沒辦法 套在一個木馬丁身上 他的能量是不夠滿的喔 就是阿薩斯死的那個時候 他的能量是連一半都不到 那這樣子的話 MV Break的傷害就不夠了 只能說德哈卡下來的時機 也是抓得非常準 沒錯 那這樣瞬間就變成一個 無打式的狀況 對 而且在地圖機是出 是出在下路 所以對MV Break來說是 運氣比較差 那這樣子Fanetti是有辦法去清傭兵的 就是一 就是剛好打完會戰 直接把傭兵清掉 沒錯 那這樣子 拿這個會戰 有點沒有賺很多 那現在反著 反而是Fanetti有時間去拿 拿這四騎 對 這個四騎是 看一下這裡 Sake是有沒有要回去拿 如果現在回去拿的話 其實也是有點慢了 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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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還不如不要拿 那這樣 我這樣是不是覺得Fanetti在中路 也要繼續再偷 偷一點門牙 不然他們沒有試做 有札莉亞這隻角色就是 一有空隙就是去吸你的砲彈 然後去偷 偷推你一點塔 這阿巴瑟的壓力也很大 我看他躲在內塔 因為有德哈卡 有福斯塔德 他這邊只要一露頭 這邊就有兩隻很有機會 要來單抓阿巴瑟 所以阿巴瑟躲在內塔 沒錯 Fanetti在處理全球流上面 其實已經是 不知道處理了到底有多少場了喔 所以 對於抓阿巴瑟這種 他們一定也是很理解的 上路 上路開啟第二個機制 福斯塔德往上一飛 這邊 這邊MVP覺得 躲掉了這個矮人槌 不然我覺得被槌到應該就沒有了 放了機制 但是偷了一個門牙 那我覺得放了機制 不去做騷擾 也是正確啦 因為他們前期打不贏 沒錯 沒有傷害阿 三個坦 只能當肉盾 非常仰賴這個札莉亞能量 偷的程度 能偷到多少 那後面等到坦克都 就是露起來 好比 好比穆拉丁 好比阿薩斯的那些大絕 都有了以後 這個時候 會戰時間拖長 阿巴瑟再配合 札莉亞才有可能 在會戰中打出 足量的傷害 沒錯 那這邊 有抓準的時間 拿到一個士騎 沒錯 但是 下一個祭壇開起來 也還沒有十等 三坦陣容還沒有成長起來 要怎麼玩 札莉亞王表示 我受夠了你們可笑的戰鬥 而且現在粉雷提克 拿了兩個全球流 阿巴瑟毫無優勢阿 對 我覺得 阿巴瑟很難推 粉雷提克是要直接吃 上路的獅種魔像喔 這個 這個BOSS 可以阿 因為直接放 直接放機制 但是 MVP有 有發現喔 這邊想偷BOSS 還偷我們家的 札莉亞王帶的是一個加速套子 哇 這個 把你逼退以後 那這樣子感覺應該是 不會打起來了 哇 這裡 粉雷提克需要趕快 拉近 因為原本想說 就是 他們放 放貢品就是一定要做事 那這一波做事 其實是被MVP 阻止 就是因為有意識到 那這一波阻止到 粉雷提克開四種魔像 其實是有拖 拖慢到粉雷提克的節奏 那我 我其實 覺得粉雷提克這個 這個貢品有一種 放了 卻沒有賺那麼多 的那種概念 應該是一波 一個嘗試性的 對 嘗試性的試探一下 如果我打BOSS 你來抓我就退嘛 阿你沒有來抓我就真的賺到 對所以我覺得 MVP這邊的紀律好 紀律性做得很好 那粉雷提克 但是面對這樣的強隊 我覺得如果 人都消失了不去看BOSS 就是你失誤 喔 這個 你沒冰到我我就反敲你 沒冰到阿 那這邊 扎莉亞表示 不要再貪心囉 不要再貪心囉 扎莉亞表示他要來支援 對 這樣阿薩斯這種短腿 短腿的英雄 就是本身沒有位移技 所以扎莉亞配合那個 加速套子 我覺得對阿薩斯來說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東西啊 這邊 開啟了 詛咒是關鍵囉 Fanatic先上十等 有狂風來襲詛咒子彈 七星閃然後 就是要七星閃跟詛咒子彈 重望 然後這個德哈卡 點的是順應 不一樣了 不點鼓勵了 因為你們一定會在會戰中 不是你們 是MVP Black一定會在會戰中 累積很多傷害 想抓德哈卡 有沒有控場 鑽走 這就直接鑽走了 沒有控場 屁股一點都不良欸 控場沒有控到 哇 這樣子 11等 打9等 這邊 欸 阿巴射陣容 完全擋不住 對 Fanatic就是處理全球流的專家 好不好 他們就是一個全球流專家隊伍 所以Fanatic才會選這種地圖啊 對 這是他們 欸這是他們自己選的沒錯 哇 Swimpy直接從人家家裡面出來啊 好像是你家一樣 我還想說 這個狼人不是藍隊的嗎 怎麼從紅隊家裡核心那邊走出來 呃 兄弟自己人自己人 自己人 哇 這個七星閃跟主流子彈就是 有 點那個學問 他們 這裡就是一個 大男組合 所以 就是要用這種 %數傷害來針對 不然 不然的話是 像 Grayman這種時候是 沒什麼機會用到子宮要害的 除非就是 一個雷加佐衛失誤 才有機會用到這個 子宮要害的 三個坦在前面你要怎麼抓 抓這雷加 對 但是直接詛咒子彈下去了 沒錯 哇直接就是這樣給他衛生紙包了起來 但是 哇這個蟲剪包的真是好 救到了這個 烏比 雷加也是一個聰明蛋 他直接用他的這個閃電盾 這拆衛生紙是拆的非常快的 那下路這個 拿BOSS完全 MEP 這就 他們直接做交換 但是上路 有狂風來襲 Hawkenys 有沒有要去搶 沒有喔 這邊沒有要去搶 交換交換 對 這邊應該是直接拆下路吧 雙方就是會進行一個上下互換 換加 這邊MEP拿到 也是拿到BOSS 但是我覺得 感覺是Fnatic比較優勢啊 對 Fnatic上13需要一波漂亮的徽戰 上路這邊還跟推 這邊跟著BOSS推 那看起來MEP 這邊這樣子選 有一點 就只能 有點像是戴宰的羔羊 對 而且這邊佛士塔德也是強化 就是打趴數傷害的喔 就全部都打坦 對 普攻流 然後也是趴數傷害的天賦 然後再等狼人16等的那個天賦出來 也是打趴數的 對 全部都針對這些 呃 標型大害 衛生紙包了下去 看一下這邊是不是有要強上 阿薩斯 被排列下來 屬軍召喚出來 狗狗狗一起催下去 他們想要擊殺 這個木拉丁 木拉丁直接 木拉丁融化啦 他開啟大招 還是救不起來 先祖也沒有給上 哇 這 這富士提也直接消失了 這扎莉亞危險 扎莉亞這邊傳邪 有先祖 這個先祖沒有 這口羅奶怎麼會沒有上到 這邊感覺就是要救起來 但是沒有上到這個先祖啊 這邊感覺Fnatic 要一波了 上路的BOSS也不管了 阿巴瑟直接推 可是Fnatic有要回去嗎 沒有沒有 沒有老師 要一波了 欸沒有他們拿個雙胖嗎 話不要說太早好不好 畢竟剛剛那個復活時間那麼快 現在札莉亞也是馬上就起來了 所以 剛剛那邊已經賺夠了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賺得很多 賺超多的啊 賺到翻了過來欸 這個會戰就是 Fnatic這邊打得很好 這就是我們愛的男模隊啊 MVP完全就是 被 被切割開來 這個 狂摩拉丁吹下去 硬是要殺莫拉丁 對 莫拉丁直接就是趴出傷害 全部的都是趴出傷害啊 沒錯 這個阿努班克綁起來 他沒有他不是要阻止你進攻 他是要殺你 對 就是死亡之亡啊 這邊用 欸網住可是 Unsuable 這邊 給 直接用一個進化解掉 戰場切割了 哇 這福士塔德一個 吹風的時候 直接陣亡 這邊是已經沒有辦法打到 Fnatic是要撤退戰 然後 霧拉丁這邊暈到一個阿努班克 阿努班克盾地 但是 這邊還是繼續再做陣 冰到 阿努班克沒有盾地了 這邊一定要陣亡了 剛剛 哇 那個很漂亮 直接用一個 控場免疫的護盾 沒錯 直接擋掉了一個大招 Fnatic現在要知道的就是 不能再這樣子輕易的綁喔 這樣一個綁失誤 反而是 穆阿丁直接從一個 山的另外一邊跳過來 讓你知道什麼是矮人山王 然後 暈四個 暈了四個以後 直接驅逐立場 彈開 然後整個陣型都亂掉 然後傷害都打在 福士塔德身上 對 而且Fnatic他們其實 很聰明 就是 福士塔德一死掉那個時候 其實 就是Fnatic就已經知道不能打了 然後那個時候 德哈卡就已經按自己 想要賣隊友 但是 他也是被留下來 所以 就是他的第一個自己是被斷的 然後他 他完全 就是 他在第一時間就已經自己了 可是還是走不掉 還是走不掉 對 想走沒有那麼容易的阿 但是Fnatic注意了 這邊上了16級了 對 這個 殺手狼王的這個 格雷麥恩 對 他這邊又 又可以打一個%數 全 帶個雙晃也在偷帶兵線 阿巴射完全沒有辦法 他 他沒有辦法利用他的自己的 本身本體去吸經驗 就很虧 只能吸一路 對 這樣子的話 就是跟我們一般看到那種 給你很有壓力的阿巴射 就有點差距 但是還好這裡 因為Fnatic是 是三分之零 一個 一個公平都還沒有拿到 所以 可以放 可以等 等16等 MVP可以去賺一點經驗 沒錯 但是這邊要小心被牆開 我覺得 這一個 情況 慢了下來的話 那Fnatic要整個節奏放得更慢 然後 再拖到20 這裡很聰明 因為我16等 我來 我來破你的塔 逼你 逼你來會戰 沒錯 我覺得 其實感覺Fnatic 比較像是一個智商隊 然後MVP比較像是一個操作隊 就像是剛剛那個情況 那個轉角 你怎麼會知道 那個包 馬上一個反應解掉以後 沒錯 隔壁就跳一個三王過來 沒錯 隔壁就跳一個三王過來 這他們以為這個包 肯定包丁了 所以整隊一起上了 對 一起上了以後 全部被三王暈住 沒錯 那這邊看一下 我們 左下角是BOSS重生了 這邊Fnatic 要回去 直接拿BOSS 但是MVP Black 已經上了十幾 喔這個很堵喔 上了十幾喔 就是Fnatic不需要這個詛咒了喔 他直接如果帶王 硬推 因為下路統川 直接就是 打核心的話是一個機會 這樣就不用管這個詛咒了 是有機會喔 要不要搶來不及走太慢了 腿太短 智商隊伍啊 不一定喔不一定喔 這邊如果看會戰怎麼打 如果Fnatic打贏了就一波 MVP MVP打贏的話 也有可能一波 沒錯 哇這個硬跳出來 但是 然後這邊 又被綁住了 又被綁住了 朱莉亞直接瞄解 朱莉亞這邊完蛋 全部都是趴住傷害 全部都是趴住傷害 現在就是拖時間 喔 這個要直接進去偷拆了嗎 果然還是靠一個智商 這邊BOSS Fnatic要想辦法拖時間了 這邊 佛斯塔德要想辦法直接偷拆 佛斯塔德帶BOSS 一直拆 這邊MVP BREAK 這樣可以嗎 BOSS帶著佛斯塔德 我覺得很難 我覺得很難 這一定拆不掉 佛斯塔德這邊要送頭了 這邊佛斯塔德要送頭了 佛斯塔德能拆多少算多少了 這邊運過來 佛斯塔德直接陣亡 穆拉丁那個太關鍵 真的是太關鍵了 那個趴住傷害 沒有辦法一次把他秒掉的話 那MVP BREAK 只要救起來後面的會戰一定可以打贏 我覺得就差那麼一點點 就可以殺到穆拉丁了 差那麼一點點 好好 先祖直接乃上來 上路阿巴瑟偷拆掉了 但是 FANATIC只要在一波 MVP核心剩下18 怎麼打 哇好緊張阿 太扯了 這樣都行 果然是FANATIC 話說剛剛在會戰中 我就明顯感受到 我跟肥歐老師的立場 完全相反 一個在幫FANATIC加油 快跑阿快跑 然後我們現在說 布拉蒂先祖乃奇來 可以阿 哇怎麼這樣子呢 到了這種時候 連主播台的意見 都是一個完全不同的 相反的情況 欸不是昨天說好嗎 丁佑老師喜歡奇葩陣容 人家APP就拿奇葩陣容 你為什麼不支持人家了 哇 就因為人家比較胖嗎 怎麼可以這樣 職業傷害比較 哇這個職業加速跑過來 想要硬黏 而且還開啟了一個檢控場 這邊換 換MP要打激進一點了 他們再這麼被動的話 被迫交出 這18%核心血量 扛不住阿 怎麼扛 上路BOSS再推兩個全球流 再防守這個BOSS 但是我講一個想法喔 FANATIC這邊其實 就是 MVP這邊說要秒人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如果 這裡FANATIC硬扛進去 然後再配合 如果佛塔德 點一個強化吹風 然後 就直接把你吹在牆壁 我覺得這可以 但是要先20等 對 就是這個關鍵的20等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他們 就算沒有20等 硬拆好像也行啊 對 20等穩一點 而且這個20等 我是一定拖得到 絕對拖得到的 我覺得剛剛 就是 現在 現在德哈卡 他可以開啟一個 就是大絕 來更加 長化坦度 然後再配合 呃 阿努巴拉克去控場 然後還有 佛塔德吹開 其他人全部硬拆的話 我覺得 是對MVP非常危險的 沒錯 而且 如果被這個 烏比 喔他不是點 他點順應 我還想說如果他有孤立的話 這孤立到了 直接就一波 喔這邊 兩個人在戳路時看到了 但是 只留下一個矮人 欸直接跳走跳走 這邊下路想要偷推 查理亞 率先回到 回到家裡囉 這邊是不給這兩個人回家囉 這邊直接防 直接防你回家 烏比 各種騷擾 沒錯 欸德哈卡是可以鑽的 五隻這邊 哇鬼門 你是BOSS是不是阿 你要硬抽 你們是以為你們在玩摩托世界 矮人賽跑阿 我覺得不行阿 18%扛不住 可 可以 可以阿 我說 我說核心扛不住 我說這核心 就這樣子被打下來了 恭喜Fanatic拿下第一分 奇怪的招數 真的很奇怪 奇怪的招數真的很奇怪 這就是Fanatic 想要打的 哇 Fanatic這個Breeze 看起來就是 一臉安度因的樣子有沒有 直接把隊伍都埋活 哇 他整個復活 站起來復活整隊 沒錯 不行阿 裁判這不是這樣玩的阿 這遊戲 我覺得不行 其實我已經可以感受得出來 打架我覺得Fanatic跟MVP 其實五五開還可以 但 但是因為他們直接解掉一個大招了 後期那個天賦點出來 直接控場免疫 詐莉亞的天賦 對 然後直接解掉一個大招之後發現 他們發現打不贏開始出怪招 沒錯 Fanatic這樣可以嗎 我認真地說我覺得這一場看下來 完全都是MVP的操作 操作比較好 沒錯 可是 可是 另外一邊就是不跟你玩操作 他就是你要打嗎 我就避戰了 開始避戰 各種 很機智阿 非常機智的一個隊伍阿 我還想說 如果MVP 剛剛最後那個拿到一個詛咒 感覺可以一波 打贏會戰了嘛 人家打贏會戰了可以一波 可是我發現怎麼福士塔德 跟著BOSS在偷推 這樣子 沒錯 微微縮縮的 不過我覺得如果是 真的是拖到20等的話 那Fanatic這邊應該就是可以更穩的拿下來啦 所以就是MVP這邊 這邊是被Fanatic溜到一波 但我覺得如果進了20的話 他們是 是 真的是不太可能守住 20的話有太多方式可以強拆了 18 18血量的核心 護盾其實根本也沒什麼了 然後5隻一起上 直接就是拿掉 我覺得Fanatic這個其實 而且剛剛甚至不到5隻德哈卡還沒到 對 可是德哈卡拖了兩個人 對 德哈卡拖了兩個人 他拖了兩個人 他可以找個機會直接賺金 就是賺到前線 雖然說不管怎麼樣 他有沒有拖到 我覺得一起上 打那個核心 是扛不住啊 對 哇 這樣子 我又見識到了詛咒谷弟 Fanatic的牆喔 看一下這個精彩畫面 這邊想要綁札莉亞 沒綁到通常免疫 這個reset操作 看一下TDST 一次跳上去 一次跳4個 驅逐立場 隔下去 鳥人直接殘血啊 隔開 複製塔的一個旋轉 然後想吹風 但是沒辦法了 這邊想要反吹一波 然後看喔 Wubi這邊已經在鑽了 但是直接被斷掉 這邊直接 先煮奶上來 TDST 這個時候完全就是已經殘局了 這邊做什麼都沒有用了 沒錯 Avatar現在才複製 然後這一個會戰 就是很關鍵的 BOSS偷推的會戰 沒錯 這邊 真的是放得非常的慢 這邊想要秒 想要秒這個重簡裡面的山王 吹風吹得相當漂亮 可是Kyocha已經複製了 這邊沒有看到他複製誰 對 這個還在一個胎兒的狀態 我們看不太出來是男單女的 他應該是複製札莉亞 給札莉亞 然後給山王一個盾 這邊很關鍵 就是那個Avatar給了一個盾 讓山王多活一秒鐘 先祖直接來起來 TDST活下來了 沒錯 而且其實鳥人也是 miss掉一個閃電飛鎚 所以 一來一往 就是多給了一個盾 然後少給了一個閃電飛鎚 那他讓木拉丁這裡活了下來 哇 這邊這個會戰 雖然說 還是打 有打贏 MEP有打贏 但是 加BOSS BOSS到家裡來啦 其實到目前這裡 佛斯塔德他還沒有想要 直接過去偷推 他是後來才飛的 所以他更早飛的話 說明可以多打幾塔 那也就是 前期的時候很虧 Fanatic直接打掉MEP 下入一個塔 沒錯 這也就是Avatar陣容 然後還有山寒陣一個缺陷 你前期虧太多了 才會變成說 有這樣的破口讓Fanatic 可以這樣玩 對 哇 我覺得 精彩 這就是我們要看的那個 決勝局對不對 真的 一邊打架明明可以打贏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輸了比賽 對 這就是一個要 要偷塔的遊戲啊 從開場 一開始 全員就都在偷塔 而且還是 直接交換塔 對 場上的九個英雄 就除了巴射以外 都在交換塔 這 我覺得這場 其實 除了那個 中間有一個 詛咒 比較節奏緩慢以外 整體而言 都很精彩 嗯 節奏非常的快 各種出怪招 然後 MEP還可以解招 對 而且 可是相當可惜 第一場 輸掉 嗯 第一場 這個MEP這邊輸掉 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會拿 札莉亞這個角色 因為我原本想說就是 他們就是用他們的標準套路 那 我推測 他們過了這場 應該是不會再選這種 就是 比較跳脫META 這種打法 我覺得過了這場 你再不ban 全球流啊 對 而且 Fnatic就是一個全球流的專家 他們都會玩一個三全球流 而且照這樣看下來 如果像這樣子 昨天 那個 Temple Storm 在針對Fnatic這邊 如果ban全球流 逼著Fnatic拿打架陣容的話 我覺得 MEP不會輸 對 MEP 嗯 我就目前來說的話 我覺得MEP的操作 就是比較強 沒錯 而且他們解招 也是反應很快 沒錯 MEP他們 嗯 嗯 有沒有可能拿一個閃光出來 我覺得啦 下一場很有機會 拿一個閃光陣容來修修看 閃光陣容 有機會啦 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前提還是要先ban掉 Fnatic的福斯塔德 他就算 吹風 打架打不贏你好了 三王我殺不死你 可是他還是很猥瑣 直接走一個偷推流 跟BOSS偷推 把核心打到剩下18 那你讓人家MEP怎麼玩 其實我覺得 那個福斯塔德 這個真的有很多記憶點 他在這個決勝局 是第一個死掉的 第一滴血 然後最後也是他在偷 沒錯 那 這邊 Fnatic率先拿了一分 接下來 局勢怎麼走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待會再回來 哈囉 歡迎回來 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進入 BANCH 畫面 那這邊是由Fnatic選擇的 煉獄聖壇 那 那 MEP先BAN先選 一樣BAN掉 ETC Fnatic一樣 BAN掉 塔薩達 那這邊 MEP選擇的葛雷麥恩 不演了 我拿輸出了 沒錯 我覺得這個決勝局 剛剛雖然說閃光陣容 但是我相信 Fnatic應該就是塔薩達一路BAN到底了 這個決勝局 然後 MEP這邊 如果他們有意 想要出閃光陣容來秀的話 那變成說 他們就是 真的是要想 閃光搭配其他 不要指望塔薩達 我覺得Fnatic 就是塔薩達BAN到底 但是我覺得面對Fnatic 這樣子的隊伍 如果 要拿小護士跟閃光 我覺得很危險 小護士很危險 小護士很危險 閃光不危險 但是小護士很危險 小護士就是一個肉 肉一個在那邊 放來晃去 Fnatic有沒有可能 哇 還是阿努巴克欸 又是阿努巴克 他就是想要直接 用重檢 那這邊要不要 又要解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雷加本身拆重檢 是很快的 那這樣雷加跟阿努巴克 兩隻角色一起拿 那塔薩達拆重檢也快 但是塔薩達已經被BAN了 那這樣子的話 就 非常需要 就是對於這個重檢要照顧到 喔 這邊穩的選擇 布拉丁 克拉辛可以啊 都是一個充臉症 沒錯 直接跳進去 然後莫拉丁 直接也是Q進去 格雷馬也是 直接衝進去 這個充臉症 那這邊有沒有機會 要選 泰瑞爾 但是 換Fnatic這邊 BAN選 Fnatic這邊在考慮的是 阿巴瑟 阿巴瑟也是在這張地圖 很好去帶解 因為這張地圖 他本身 BOSS的影響力 前面不強 後面很強 而且也是擔心雙狼二郎 對 所以 我覺得 如果Fnatic 自己 不用的話 那這邊BAN掉 合情合理 只是 我覺得他們 他們在考慮說 就是他們的全球流 要怎麼運用 因為這張 這張地圖 就是要 就是要走一個全球流套路 因為 就算不走全球流套路好了 我覺得桑牙壓線 也是一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他們這邊還是BAN掉了 阿巴瑟 有沒有考慮BAN桑牙 MVP Black 恩 因為我覺得 在 煉獄聖壇這張地圖 就是桑牙的主場 那 既然又是桑牙的主場 而且 本身對於壓 單線的話 其實可以帶節奏 那我覺得這裡 我會蠻推他們去BAN桑牙的 也可以 桑牙這邊 畢竟 但是我覺得 恩 桑牙的話 畢竟就放掉德哈卡 對 德哈卡還有佛斯塔德 沒錯 恩 實在說真的不好BAN 很替他們著急對不對 對 因為 會山全球流的Fanatic 就在你面前 然後你 還有亮翼可以選 這邊亮翼 葛雷麥恩直接變羊 亮翼鳥人 但是我覺得德哈卡 不太 恩 在這個情況 我覺得德哈卡比較差 比較差一點啦 因為 我覺得如果選 桑牙或者是亮翼 原式 這邊是BAN掉原式了 恩 我覺得原式本身是 決定是要BAN輸出 那這邊Fanatic 還有很多選擇可以選 對 我覺得他們這邊這兩個選擇也是非常好 雷加阿努 搭什麼都可以 今天選到這裡 反而是Fanatic 目前為止是 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因為本身沒有太大的那個顧慮 可是這裡的話如果要 呃 如果他們會擔心 葛雷麥恩的輸出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去 選一些Counterpeak 好比 好比卡西亞跟阿薩斯 但是我覺得Fanatic的風格 不是這樣 沒錯 他們雖然有選過阿薩斯 但是 嘖 我覺得在這一場 應該是不會再選阿薩斯 對 我覺得他們會選他們想要打的 打的風格 打的套路 沒錯 不會因為對面 但我覺得有可能 會不會選個馬法里恩 因為馬法里恩 可以跟 阿努巴拉克做一個Combo Combo 沒錯 嗯 然後對面又是 MVP又都是一個衝臉的 跳進來馬法里恩 就算區跟很好綁 沒錯 阿努只要暈到三個 馬法里恩綁起來 安娜跟馬瑟 安娜馬瑟 啊 This has come 這邊苦痛王魂要來了 直接進到裡面 煉獄聖壇裡面 然後各種C 哇 Fanatic真的是 出角也是 安娜這隻角色 我覺得安娜就是適合雙輔 那Fanatic她本身是 比較少選雙輔 雖然說到了最近 開始就是有走進雙輔的那種感覺 他們雙輔就是歐洲開始先玩的啊 對 所以他們其實要玩雙輔一定 一定是很 對他們來說很容易 對 因為開始要找回最初的感動了 那MVP這邊選角 再選一個輔助比較穩吧 對 再選一個輔助或 再搭一個單線角 我覺得這邊 如果是拿 桑牙的話就會 就是在單線上 就會被馬瑟 算是Counter到 所以這一首 就是會說 就會讓你猶豫 不會說這麼快 就直接把桑牙點下去 雙飛 換MVP 選起來 Fanatic的亮意 哇 這邊她要警告Fanatic 你只有 你以為只有你會玩 Fanatic的嗎 我們也是會選用兩個 兩個全球流陣容 福斯塔德亮意 全部都被選走了 我怎麼看下來這裡 MVP的陣容 比較像Fanatic的陣容 沒錯啊 這邊也有切割戰場 福斯塔德拿到手了 Fanatic也開大招 我不被你角色 可是我搶你角色 我這樣看下來 會對MVP比較怕怕的 雖然MVP MVP的鳥人 在之前也是 也是曾經有 非常亮眼的表現過 但是 其實面臨到Fanatic 兩隊相比的話 我覺得Fanatic的鳥人 比較 更機智一點 更 對沒錯就是 觀念更靈活一點 在各種 面對各種狀況 以上一場的例子 來講就好了 雖然輸了會戰 可是他直接 飛到對面核心 跟BOSS一起推 沒錯 這就是 福斯塔德玩得很 很專精的一個選手 我們要看 到底是 戰術型 福斯塔德比較強 還是操作型 福斯塔德比較強 但我覺得 福斯塔德 會學會玩福斯塔德的人 其實本來就要有 這樣子的意識 對 就是 下路你跟隊友講 我們不要會戰 可是你們可以拖著 那我可以在某一路 偷推 然後逼別人 逼對面回家 守福斯塔德 福斯塔德就可以 利用他的 全球流的技能 飛過來再打會戰 沒錯 這就是一個可以造成一個 武打式的局面 沒錯 那這邊比較虧的就是 福斯塔德他們 這場大地圖 反而都沒有拿到一個 全球流 對 真的跟以往的風格是 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 福斯塔德最後一手補的是 古爾丹 沒錯 那古爾丹這隻角色 我覺得 在反開上是很強的 在 葛雷麥恩 穆拉丁 還有克拉欣 三個直接衝上來的時候 如果 直接中到恐懼度的話 是很有可能 直接被 馬瑟爾這邊直接反打一套的 沒錯 那這邊 就看兩邊 選角 都很 我覺得都很 還可以 沒錯 那這邊看一下比賽怎麼打 然後 我們的 當家主播阿嬤回來了 接下來 等一下 進入比賽的時候 會有阿嬤來 為大家 播這場比賽 喔 肥鴻有一種 就是終於解脫了嗎 真的我已經連播了三 我已經連播六場 七場 連播七八場比賽 當然阿嬤也是 阿嬤播了各種比賽 去外面 RUN了一輪回來 還是回到鷹霸 要來播冠軍賽 沒錯 哇 這個看到國外的畫面 全部都被牌子佔滿耶 超多牌子的耶 這個穿著Fnatic T-shirt的粉絲 他大跳Fnatic舞啊 在那邊扭動他的身軀 真的很精彩 那接下來 我們歡迎阿嬤 直接上場 好 歡迎來看到 Fnatic對上 MBLACK第二場的比賽 左手邊是Fnatic 右手邊是MVPBLACK 睡覺的給我起來嗨喔 1比0了 哇 阿嬤怎麼一回來 MBLACK被1比0嗎 因為Fnatic剛剛靠機制營啊 就是 就是用那個頭腦 呃 詛咒古地 直接偷核心 這個畢竟還是歐風 看一下右手邊 MBLACK 殺可以來玩一個亮意 Reset的葛琉曼狼人 Rich的鳥人 福斯塔的TTST 穆拉丁Q恰的克拉辛 基本上 雖然我是個獨奈 但是我已經期待這個畫面很久了 沒錯 MBLACK打 這個歐洲冠軍 Fnatic 世界冠軍 終於在這邊見真章 究竟是你Fnatic體系強 還是我韓國體系強 我覺得這邊 選手使用英雄上 有一個讓我有點意外 Sake他是玩亮意 因為以往 Sake的鳥人是 是 有成名過的 那 不過這裡是讓 Rich來操縱 佛斯塔的 感覺是一個 在 整個隊伍上的調度 所以才讓 就是沒有讓Sake去玩鳥人 讓我有一種很擔心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鳥人我就有點擔心 你是說Rich的鳥人嗎 沒有錯啦 因為之前Rich的閃光有觸包過 所以你才這樣子有點抖抖的 是的 無比的 瑪瑟爾 Breeze 阿努巴拉克 Wimpy 他的 安娜 Kwakniks 鳥王 歐洲鳥王 Kwakniks 這場玩的是古爾丹 這個 他們 前面 Fnatic都是用一種很熟悉全球流的套路去面對全球流 但是本身他們都是用全球流來面對全球流 但是這一場 他們是完全沒有這樣子拿的 反而是MVP這邊拿了兩個 我覺得 對於Fnatic的處理就會至關重要 好 直接在線上要抓克拉星 我覺得這不是很實際阿 恩 不太有機會 對 我覺得從這個選角上面來說只能說 MVP Black 慫了 沒有打算用自己最擅長的正面團戰打法 當然我說過他們在轉型嘛 他們有積極的在轉型 所以他們拿出歐風套路應該是要證明 他們也可以玩這種體系 對不過你們要在擅長三全球流的Fnatic面前拿一個歐風套路 我覺得這點我是質疑的 喔 因為沒有人比Fnatic他們更熟三全球是吧 沒錯 這邊TTST從側翼進來 看到了安娜只能跳走 哇這裡已經沒有跳了沒有跳了 對沒有跳而且還被碎 對 減100%治療 繼續卡位Breeze這邊 Q夾想要掩護一下無比到了 四魂沒中 還好還好 這個Q夾在旁邊還是一直有 四肌的在保護喔 我覺得穆拉丁就是硬欸 他有辦法這樣子就是 從最上面的地方沒有跳 然後直接扭回家門口 TTST這邊帶著亮衣進場 目標是過戰 哇這一個配合非常漂亮 硬是B掉你 直接拿到這一個人頭 那這個機制應該也跑不掉 這個時候很關鍵是回線上 對目前Fnatic是一個三線維持七線的狀況 我覺得 在於 還沒有大絕十等前 Fnatic擋不住他們MVP這樣 硬衝臉 因為他們就是全部人都可以衝你臉 那亮衣是直接被其他人帶著 因為你搭順風車也跟著衝你臉 是的 這有點像是我們前天看到的那種 泰瑞爾帶亮衣 然後無比八達 喔這邊可能 小心被碎小心 哇 喔還好還好 我反殺你一個 可惜Q夾前期 戰鬥力還沒那麼高 差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這個安娜 這個阿嬤 一看到你就是想睡你啊 欸 這句話危險 危險 沒錯沒錯 而且它是一個強化睡眠標的套路走法 它可以 荫皮可以用這個睡眠標來做開戰 沒錯 一樣是用一個開盾 簡單去擋一下這個 暴虐魔 暴虐魔 嗯 門口先蹭個經驗 And Black 拿到門牙 等級領先一級 等級領先一級 這在上一場是一個相反的狀況 嗯 剛剛那種配合如果多做個兩到三次 其實Fnetic就會越來越難打 因為其實它的後排是相當薄弱的 對我覺得Fnetic他們要在十等前 就是盡量的不要開到這種狀況的會戰 嗯 就是在十等前 可能就是盡量放機制 放到十等 然後之後再搶 搶比較相對後期的機制 摩拉迪直接踩進來 七級踩暈之後 Kwaknis 還好他沒有打算 隊友也沒跟 對 其實我剛剛那個一點都不緊張啊 我覺得那不用想啊 那個位置絕對是 安安全全 這個直接非常具 想要Gank一波 沒錯無比這裡 啊可是 風景水沒中 不錯 那就沒辦法了 畢竟沒有CC技能嘛 只有一個變形 所以無比因為他比較要擔任呈現 所以他這邊是強化這個 移動速度的 就是可以 可以更加保住他的命啊 他就 也是保守啦 基本上也是保守啦 不要太拚 TTT再摸走一組傭兵 王道士的打法 韓國稍微拿到優勢之後 就會開始掐著你的脖子不放喔 不斷的把壓力做到你身上 沒錯 目前為止 這場 RICH的鳥輪 他也是走一個普攻流 跟上一場一樣 但是我覺得到了十三等 可能會進入分歧 上一場 FNATIC在面對大難陣 MVP的時候 是全部都是一個 強化趴速傷害的點法 但是 這裡 目前FNATIC 是沒有說到大難陣 所以我覺得MVP BREAK這裡 就是會跟上一場 同樣的選角 但是會有不同的走向 是的 狼人這裡兇了一波 reset,把BREAK tribute 當有一個變人類的後側哦 鳥輪過來做指 yüz 這肚猴猴捉米條 互盾轉移 對,我就是 沒錯 這個血量來了下一個回天氣絕嗎? 喝一口水 哇 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沒有回天氣絕就頂不住 沒錯 太毒了 太痛了那個腐蝕波 你好毒 你好毒 好 好 太毒爛了 Amy Black馬上要上10級了 沒錯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有抓到你一波破口 Fnatic 所以可以想辦法把經驗拉回來 而且這裡對Ritch有想法 但是Ritch基本上有吹 不太可能會死吧 我是覺得不會死啦 我覺得不好說 我覺得不好說 他這邊 欸 沒有直接起飛嗎? 但是這個沒有吹了以後 哇 還直接就是睡在你的鳥上 睡在你鳥上 是吧 可以可以 你到底在說什麼東西 這個擔心 就是阿嬤的擔心啊 我就跟你講 我就沒看過他玩鳥人 是不是就是想要Ritch玩鳥人 呃 不是 Sake玩鳥人 講錯了 現在是Ritch玩鳥人 Sake的鳥人也是普普 我現在對Amy Black整隻隊文明評價最高就Q恰了 哦 嗯 哇 那Q 可是Q恰不是剛剛被毒到心中的克拉星嗎 呃 那是沒辦法 他被Gam了一波 怎麼辦呢? 就是雙拳難敵四手嘛 這也真的沒辦法 不過暴虐魔還是在一個先上10級這邊有一個小U式喔 沒錯 先煮苦痛 匡喝 我覺得 我覺得Fnatic讓暴虐魔就是讓到這一隻了 下一隻應該就是不會再跟你讓 暗影恐慌 奈米強化 王檢附體 我 從側翼 哎呦 又是叮到阿嬤 婚屁這邊有點危險 交一個暗影恐慌救一下 把你的陣型整個切開 欸 綁到一個人喔 可是暴虐魔過來救一下 吹風 保一下自己的隊友 這個吹風 他們 他們主摳下摳退了 嗯 下 下退了這樣吹 但是我覺得吹的沒有那麼個漂亮 退的夠果斷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顯得有點太保守 是的 其實剛剛那波我真覺得能打 我真覺得能打 但是其實退 也 也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方法 也 也不算太虧 我覺得他在下摳 摳退的那一瞬間 他們有預料到這個暴虐魔已經過來 所以那個其實吹風可以忍 可以忍一手 然後也許下一波反打的時候 有機會做一個更好的開戰 沒錯 來 野區又再找機會蹲點 布里斯這邊 四川用掉了 結果亮翼下到傳送過來 沒錯 這邊稍微探了一下位置 目前為止我覺得 呃 否則塔德會往上路去帶經驗 盡量的帶經驗 上路帶完帶中路 那其他隊友應該會往下路跟中路去施壓 直接踩 再加一個暈 不太可能殺到 不太可能殺到布里斯 傷害不夠 畢竟是布里斯 你沒辦法在剛剛那一輪控制打完之前 如果MVブレイク這邊不往下路去做侵略的話 那這裡雷加就會把這個野怪給偷掉囉 有想法 媽 好 馬上已經沒過來 那這個應該是吃掉了 我覺得MVブレイク剛剛花太多時間在 這個阿姆巴克身上了 他們應該要往下路 下路才應該是主戰場 這裡還想要來拚嗎 TDHT 在扛塔的傷害 現在來下路拆門牙我覺得稍嫌有點慢了 嗯 他還要去處理那組傭兵啊 應該沒有辦法打了 四川用掉 那如同剛剛所說的佛斯塔的帶完上路再帶中路 帶完中路再帶上路 有一個雙帶經驗啊 雙帶是吧 沒錯 那這樣子馬瑟就會疲於奔命 就是要親傭兵 RESET的操作還是好啊 那如果說鳥人給他玩 那豈不是無敵了 喔 停一下 RICH為什麼不玩狼人呢 真是一個好問題是吧 他們是有一個掉動 哇 九分鐘 雞尾酒 解的真是快 真的 非常的愛喝欸 畢竟是MVP RESET 對 哇 這裡 我覺得這個 這個祭壇算關鍵了 嗯 前面兩個我覺得 Fnatic是比較偏向戰術性的放掉 剛剛Dino已經講過了嘛 對 那兩個就是Fnatic會放的最後兩個了 嗯 Fnatic要的就是大絕以後的會戰 但是剛剛上一個是剛好上死 這一個才是有大絕的祭壇 對 兩邊是平局的打了 兩邊是平局 你頂多14級 但是沒有任何更好的優勢 沒錯 也知道 所以他選擇拉出去 兩個全球流先在外面迂迴一下 把兵線壓力帶給你 等等再過來 真的很討厭全球流這樣子 就是跟你拉經驗 然後就是不想跟你打正面 對 他其實可以打 我說真的他可以打 他等一下要帶東西了 TTSD 等一下就帶亮衣進來 這次有反應到 沒錯 而且你看他們在裡面吃了很久 來了 TTSD 從背後繞 直接踩了三個人 一波上來掛上去 先祖來不及阿 但是這一波 苦洞王王開起來之後 我把安娜先吹走 我要打正面 無比這邊 喔唷 一口撈起來 沒有死 再吸一口還是沒有死 reset打不死他 阿媽的後面一直射 奈米牆壞一給上了 TTSD一直在黏他 但是馬射還是倒下了 昏皮這邊被黏住 再加一個魚媽 這邊刺穿強行寶隊友 可以可以可以 哇這樣子這個骨頭 我覺得這個骨頭丹的恐懼數沒有交到太關鍵 他的位置 因為他們被木阿丁落背了 他剛剛應該要在更後面的位置 我們原本說 Fnatic要等一個大絕的會戰 但是 就以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你大絕沒有放出來 那這樣子跟前面的情況是沒有差的 是的 骨頭丹剛剛是啥都沒做就死了 沒錯 他的反開技能非常重要 暗影恐慌 是剛剛那一波牛爪 但是也不得不說 TTSD這是過分了阿 你這個跳進來 還好RESET的把門打開 不然你想死的心都有 現在因為是解完雞尾酒任務的Greyman 在這個時候可以瘋狂的poke喔 嗯 輸出量極高阿 欸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直接交出進化 好像按出去了 有點怕 這個好像有點早 嗯 嚇到交進化 三等的一個領先 這就是我認識的MV Black 這一個 我覺得Fnatic還是要打回他們的歐風 不然的話 他們 我不太 會支持他們跟MVP去平操處 嗯 現在直接反過來阿 Fnatic選了一個 韓國隊伍比較會選的一個感覺 然後MV Black 直接用雙飛 當然 這也是我們習慣講的阿 因為 我們也知道其實這個東西 這個體系 不是說就是只有歐洲會用 又要從後面來囉 他就喜歡從後面來 RESET了 沒錯 而且就是敲他 把陣型整個切散開 先祖這次有給到 吹風要把你吹到牆上嗎 往旁邊一吹 跪身子包了下去 還是帶著Gordon 旁邊怎麼辦 打開來把RESET叫出來 RESET的血量有點少 TDST這邊頂得住嗎 RESET被黏住 這波反打可以喔 無比這波打得非常的好 捏上來硬是把RESET換到 哇 RESET其實剛剛覺得自己死定了 所以他直接跟隊友撤退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他就是一個斷後的角色 對 就是這個賣命的心 先看一下這一波 踩上來 都是踩國爾丹 假的非常漂亮 變成你花太多時間在打Quarknis了 對 整個頂完之後 打開來把RESET保起來之後 位置給無比輸出環境實在太好了 苦衷王我想吸誰就吸誰 鬼妹追到RESET旁邊 這個時候最後一刻 RESET表示 都讓開我來 然後剩下四個人就都走了 最後是一換一 可是 Fnetic剛剛是14打16等 巨大劣勢一換一 而且再打下去會輸 對不對 真的 Fnetic這個有點神奇啊 我覺得 剛剛果爾丹 在第一時間其實已經吃到了進化 加老奶 我覺得這個 獸人 獸人的後輩 就是對這個前輩 這麼樣的呵護照顧啊 對對對 其實他們也應該不是不同陣營的 對對對 然後直接爽吸吸一波回來 呵呵 這個下一個競爭站開啟 我也是因為我剛剛一口老奶吧 蛤 MV Black這要怎麼輸 等級直接追回來 哇 我今年真的是 挺誰誰都倒 我真的沒騙你 阿嬤你不能這樣 你沒有看到左邊 Fnetic上面有一個阿嬤 對 光我光我 你應該是站在Fnetic的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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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是支持MV Black的 哇 你跟肥歐一樣都是支持MV Black的 跟我熟的嘛對吧 其實好像他也不認識我 呵呵呵 強行裝熟這樣子 Rush在想喔 他想要卡一個位置 他想要做點什麼 對 這一波 Fnetic有點虧 帶不到 呃 暴虐魔 然後也帶不到上路的承諾魔薩 那他們這樣子 就只能採取一個防守性的姿態 這個回合MVP能夠打出多少東西 至關重要 這一波如果打不傷Fnetic 打不穿 這個塔勢必得拿 對 我跟你講拿不掉 其實Fnetic現在跟你打團不會輸喔 無比現在踩你臉 你完全只有跑的份 而且古爾丹這個角色的狀況 真的是太關鍵了 基本上古爾丹跟雷加保持一定的距離的話 那古爾丹也不會 喔 這邊強行衛生紙爆了下去嗎 這邊 欸 Rich你的隊友在開戰 直接灌上來 腐蝕坡全部直接灌上去 喔唷 這個TIC 啊生育長估計還是沒有什麼用啊 哇 這還是死啊 亮衣沒辦法給到護盾 這時候Rich才到位 要不要再上一次 freeze 哇 直接肥碎之風硬解 鬼妹追擊卡位 還要嗎 直接變珠素 先祖太慢了 太拼了這一波 Rich這邊還是交了一個吹風 Rich血量也不是太好 這就是我說的啊 Fnetic這邊的操作跟協同 會戰處理上沒有MVP強啊 是的 一個協同沒做到位 這裡被碎了一波 敢不敢上 斷奶 但是不太可能上了 這邊已經不行了 對 如果Ubi還健在 其實這波應該可以 噢有想法喔 有想法喔 有想法是嗎 誤區 下面 我覺得沒什麼好想法欸 你別打了吧 兩邊 對於雙方來說都別打了 哇 他還在念 Quakening 4 還在摩拳插掌 嗯 到這裡 小心 也是這邊 是有保持自己的攻速狀態的 他們在等 他們在等 脫一波踩上來 要來了 直接過來到現場 Reach呢Reach還沒到DPS 不夠力 狼人變成兩段爆發 混屁 再一巴掌 有拍死 正面這裡也打倒了一個 哇 古爾丹也倒 就是不要再打 而且剛剛先祖是給錯人 他直接給在八分滿的Bridge身上 嗯 這裡啊一個紅圈錘 打到臉上 WB想要展現世界嗎 我就不相信 這裡把你變形之後 吹風空掉 兩個吹風都空掉 有這種事 Bridge這邊落荒而逃 WB表示 WB先殺一頭狼 沒看過這個2開5打贏的吧 哇 還真的沒有 還好沒有打贏 剛剛MVBlake已經那個 嚇到吹風風了 而且都沒有吹中 對 我覺得Fnatic剛剛在蹲霧區 就是有想法想要 就是 反打MVP一波 有辦法把這個經驗差 拉回來 因為我覺得他們 我剛剛在說他們有想法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他們需要這個拼 他們需要賭下去 不然的話 其實這個經驗差 他們會很難拉 嗯 那可是顯然 他們賭輸了 賭輸了 對 這一波反而是讓對手先上20 那還是要拉經驗 掉 還是一樣就是這樣 掉了這麼多個頭 沒有賺回來喔 說真的剛剛那一波的蹲點 在側翼還想要打 那個真的是 非常非常不好的選擇啊 對 可是我覺得 因為他們沒有選擇了 因為他們 要想辦法搶經驗差 嗯 沒有 當你沒有Ubi 這一波Fnatic能打傳打贏 真的Ubi的存在太關鍵了 沒錯 一定要有他才能給 M Blake足夠的壓力 又綁到一個人 交一個冰箱 怎麼樣 吹風 吹起來 保自己 然後Rish又空了一個吹風 這也太多風了吧 雙風流 沒錯 雙風流 沒事沒事 幹嘛 下一個 在上面已經偷吃起來了 20級的一個領先 而且安娜這邊 又要抓到Sake了 好好好 沒事沒事沒事 因為他們知道那個祭壇他們不可能搶 他們想 想辦法就是要 要卡這些全球流 有可能會繞 但是狂動網紅在裡面 直接 死在裡面 完了 走遠 Ubi一倒 這波團就沒得打 我就跟你講這要怎麼輸 就少了那個柱子對不對 那個支柱 對 那根柱子 要把那條腿給接上 沒錯 那個人助力 嗯 變成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你說什麼我都OK 你說什麼我都OK RESET要追出去 追出去 喔唷 史詩座齊 但是這邊是沒有吹的 挑戰來踩一個 硬是打你 恐狂 暗影恐慌 救一下 Winpy這邊還沒有死 先祖保住Quarkniss 最後硬是把雷加幹掉 雷加幹掉 換了一個亮意 Quarkniss頂不太住 狼人跟Rich瘋狂輸出 Winpy這邊也頂不住 應該是可以直接帶走了 這是個大血崩啊 嗯 直接血虧 這個要鑽先 鑽這邊 耗你時間 但是完全沒有要理你的意思喔 大瓢蟲 大瓢蟲是吧 直接帶走下面還有三台車車 就是我認識的MVP Black 喔 這是因為 今天 你一回來就要1比1了吧 嗯 今天我播的比賽 很少沒有打好打滿的 只有一個 那個真的實力差距 那沒辦法 喔 那但你知道 在你來之前 我們都是3比0 3比0 對對對 我有一個今天有打碼 我今天 我跟觀眾朋友們 講一下我今天的一個經歷 好 等一下再回來分析這一場 我今天再先播了一個鬥陣 我 狂乃瑞典 我就覺得加拿大沒機會 結果加拿大3比2 翻盤把瑞典打倒了 這個也真的是一個打好打慢 真的 然後剛剛 呃我們就講 非韓跟韓國 星海就不用講了 非韓是不可能贏的 另外一場 原本想說2比0要帶走了 他強行3比2 讓肥油只能幫我撥一分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有點邪門啊 我今年 好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 這一場我覺得 FONETIC 該拿出他們原本的套路了 因為這個完全就是一個套路壓制 嗯 MVP證明了他們也會用歐風戰術 那在於帶這個經驗值方面 他們也會做 那FONETIC他們本身 雖然說剛剛只有兩個全球流 是 但是FONETIC他們成名的是三全球 嗯 就是他們會拿三隻全球流 可是 他們 就是在 在於沒有 一隻都沒有拿到全球流的情況下 完全節奏被 對手帶著走 我覺得是這樣子 其實MVP選起來 好像是歐風 對 但其實他打得 很韓風 沒錯 他只是無止境的抓人 然後一樣正面用操作打爆你 沒錯 雖然綠局很掉漆 可是其他隊友 表現得還是非常好的 欸 之前一直在吹綠曲 現在怎麼 沒有沒有 吹綠曲 有個前提 他要拿對角色 你懂的意思嗎 你是說 就是不希望看到他玩鳥人是不是 鳥人就不太適合他 我說真的 你看到剛剛他吹空幾次風 保底三次 保底三次 那個吹風完全沒幫到忙 我覺得至少在戰術執行上面是OK的 他的隊友夠造 所以他剛剛的失誤都能夠原諒 來看一下這一波團 喔 這一波 17打19 這裡就是 呃 Fnatic攤了 他想要再跟你混戰一波 沒錯 喔 這個點是怎麼回事 這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17點點點的意思嗎 喔 這裡 每一個地方都圈了一下 其實我不太知道他圈了意義在哪邊 還沒有看到他的想表達的意思 總之這一波是 Fnatic希望用蹲點的方式 然後去賺取這個經驗值 讓他們可以更快追上MP的經驗值 可是失敗的這一波 他這一波練戰實在太久了 沒錯 其實當你 呃 重檢附體沒有之後 你的強開能力跟對手是完全沒得比的 而且鳥人這邊 呃不是鳥人 亮翼直接飛進來幫忙 嗯 他這裡他很明顯地忽略了 穆拉丁強開的威力喔 沒錯 從一上七開始 TDST永遠就在跳Fnatic 沒錯 他的安娜就沒有逃過任何一次 而且這邊 SNX他的先祖治療 是給歪的 他給到Breeze Breeze當時是八分滿 這樣幾乎是八分滿 那那個時候很需要 先祖治療的其實是安娜 但是安娜其實沒有吃到 其實吃了應該也是會死啊 呃 吃了有就會活 吃了有就會活 應該是剛剛那一波只會死Quognix 應該是這樣子 我只能講說 從七集開始他們就 我就講了嗎 有直接 直接的英雄可以選 你何苦要選安娜巴拉克 對不對 你在協同做不到位 想想Dignitas 可是 安娜巴拉克他們是選了兩回 而且是直接先拿 我覺得 Fnatic在這整 在 現階段剩下的隊伍就是 呃 其實不能說剩下的隊伍 也剩就剩兩隊 沒有更多了 就是這整個世界賽裡面 就是他們偏愛安娜巴拉克 只有他們特別愛 其實前幾天看起來 呃 在沒有牛頭跟穆拉丁之後 大部分的人都選了什麼 喬安娜 還有一個選了一個 瓦里安 對不對 暴風城的國王 瓦里安 忍住 可以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卡爾洛斯 對不對 大概就是這幾隻 這今年我感覺連縫合怪都看得很少 喔 這就是我 我剛剛在banpeak的時候 就是有要想 想要講的就是 其實Fnatic他們在 這個煉獄聖壇 有自己的一套縫合怪戰術 但是 沒有拿出來 沒錯沒錯 其實說 縫合怪我跟你講 在他弱的那個版本 只有歐洲在用 沒錯 就是那個版本是縫合怪還沒大改 他的天賦還沒有這麼坦 的時候也只有歐洲願意選 然後的確前幾可以打出一個優勢 但是 後期就會因為坦度的問題所以頂不太住 所以 今年 現在1比1了嘛 Fnatic要換一換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再看下一場的比賽 觀眾歡迎回到 HGC爆全聯霸全球總決賽的現場 1比1的一個平手 對 歐寒大決戰 今年究竟講落誰家 就看這場了 這個 我剛剛一直很想問 因為你是 就是 我們打到一半的時候 直接 就是下來播嘛 直接插入 都還沒有問 阿嬤你對於這兩隊的心情 我 心情上一定是支持Amy Black 喔 但是實際上來說 我說真的 這把 真不好預測 是嗎 因為我沒想到 Fnatic能夠3比0 碾壓L5 就我也沒想到 我一直想說 L5你只要幫我贏一分 肥歐就可以早點休息 我原本想說那個 會打滿 結果3比0 超級意外 L5真是讓我 失望 我很生氣啊 還以為你要說真是 沒有沒有沒有 讓我失望對不對 我很生氣啊 他就這樣子就放Fnatic進來了 對 而且 可是一無刻一無 我說真的 L5是韓國內奸 他專殺自己國的隊伍 哇 但是Amy Black 打世界級的隊伍 還得看Amy Black 而且 可是現在Amy Black 還有之前L5的宣說來當教練 我覺得又有 又有點不一樣 你說Nobelis喔 什麼 他這個教練 他只是來蹭個分數的 你知道嗎 哇 完全不給他一點功勞耶 沒有沒有沒有 他真沒有 Nobelis 就是L5的毒瘤 第三張地圖 永恆戰場 永恆戰場 Battle of Anternity F 被人帶節奏 Fnatic 選的圖 這張地圖非常適合Fnatic的體系 不是講錯 MVP選的圖 非常適合韓國體系 非常不利於Fnatic發揮 因為就是要跟你 就是跟你打架 打正面 這個就是一個正面圖 但是這張地圖以前也非常非常流行 阿巴瑟 說真的非常流行 但是 但是我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 玩的好的不多 但是我相信Fnatic會用 Fnatic Ban塔薩達吧 Ban塔薩達吧 不要 雖然我覺得 Envy Break 有一個套路就是閃光套路 怎麼一講閃光就閃光了 我也 覺得Ban閃光比較好 因為他塔薩達他有先手拿的機會 對 Ban牛頭 好那現在來選他 塔薩達 阿巴瑟 阿巴瑟 摩拉丁 摩拉丁 簡單粗暴直白 阿努巴拉克就是 狗屎 哇 人家也是用阿努巴拉克拿了一分 先拿一分 那還不是靠機制的 到底關他 對不對 關他什麼事 不過那個時候因為 摩拉丁是在 Envy Break 就是 這樣子 Envy Break 自Ban 牛頭 沒前排了 然後 現在就看看 TTSD的口袋 對 我覺得 在前排方面的話 卡爾洛斯 或者是 這邊無敵八刀是還在的 無敵八刀 對 然後 他們 感覺也是蠻有可能會出阿薩斯 但是 絕對不可能是這麼早選 阿薩斯 沒有先手的那個 必要 對 哇 又是一個護送狼人 選了一個克拉辛保他 真的 這幾場下來 每一場都有克拉辛 這個狼人的Skin 狗雷麥人的Skin 很像那個 影片裡面的那一隻 可是為什麼 影片那一隻長的 不像狼 像獅子 你是說魔獸世界之類的影片 那裡面那一隻就是 暗獨音旁邊那一個嘛 對 長的真的不像狼 像個獅子 他整個影片 完全沒有露過臉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狼樣 對 沒錯 我已經沒有說那個狗樣 對對對 那個狼樣 一般人講通常說那個熊一樣 好像在罵人一樣 沒錯 二三選 Fnatic這邊 我覺得雷加要拿了吧 雷加桑雅 桑雅 我覺得 可能不一定 我覺得Solo性很強啊 Solo性很強 而且他不用像馬瑟爾需要後期 他前期就可以打不休止打很快 那我覺得 這麼早拿桑雅不太像Fnatic 嗯 雷加拿了 阿薩斯這麼早拿 反搶一個 不過是看到葛雷麥人啊 那這樣 我覺得OK 還可以理解 而且這樣又再次封鎖 MBLACK真的考驗TTSST了 我認識的TTSST 口袋深不見底 因為我跟他糾纏多年的恩怨 雖然我都是被他撵過去 但是 還是跟他打的有來有回啦 你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有辦法跟他打的 我現在應該是再也碰不到他了 我當 我最強的時候 還不是他最強的時候 他已經把我當小孩在打了 對 我每天都在撞他 期待有機會可以撞倒他 還是沒有撞倒過 他就算 住著拐杖一樣是把我打爆 阿嬤還是 回來比賽不要做夢了 我覺得 這個馬瑟爾 馬瑟爾就是設了這樣地圖 BAN了吧 可是我覺得 BAN 好吧他BAN了 不給我說話的餘地 你還是可以說完 你還是可以把它說完 我覺得也可以去封鎖坦克 因為 要封都封到底嘛對不對 對啊 那這個是說適合地圖 但是封鎖坦 你這邊已經拿兩個坦了 對方一個坦都沒有拿 而且還自被牛頭耶 關鍵是 他如果還要封鎖哪個坦 你告訴我 卡洛斯 可能 但我覺得這邊 先不講坦 黎敏 是不是該拿下了 喔安娜 黎敏 中 可以 安娜這隻角色 那個 在 針對雷加 斷補 你先祖敢不敢放 對 可是這也是有點實機問題 後來雷加直接果斷嗜血 其實我有想過就是 雖然理想上都是說針對雷加 但是真的 有辦法每一次都做到嗎 其實 當然不是為了針對雷加 雖然我們常常看到 其實像MBLK他自己拿雷加之後 他也很常拿安娜做搭配 因為他不要被抓 對 封鎖雷加是附帶效應 沒錯 但是重點不是這個 我是覺得那個 不太可能指望每一次都做到 但是只要能夠做到一次 影響就超大 這邊的話肯定是缺輸出啊 那Fnatic有沒有可能雙奶呢 我覺得 要 要雙斧 你這個雙錢都拿到了 如果能夠雙奶 也不錯 但是你也可以選阿巴瑟 我還是有阿巴瑟這個 這個機會 對如果拿阿巴瑟的話也是斷 喔 美蒂夫 高塔的主人 大魔導師 麥迪魂 可以可以 聊天室也有人抓到 這都可以 哇 雖然不是奶 但是畢竟是雙斧 要開秀了 對 這個精神之力 其實 擋得好 也是有種雙奶的感覺 MV Black這邊也是完全不慌不忙 我被封鎖這麼多坦 我就先把我東西全部拿完 我最後一手再來思考 我到底需要什麼坦 這個坦要拿來針對你什麼 我看了那一場 Expert的 瓦里安之後 我現在對瓦里安非常有好感 但是瓦里安在打對方這個陣型 喬安娜 瓦里安在打對方這個陣型 沒什麼卵用 說真的沒什麼用 因為當年瓦里安最強的那個版本 是刺客全死的那個版本 因為任何刺客只要進場 瓦里安直接叫你做人 沒錯 直接嘲諷 瓦里安被削弱了之後 刺客就出來了 可是當你看那一天奇效用起來之後 還是很好封鎖對方刺客的 我覺得少用腳就是要在對的時間出來 嗯就像是 就像是 呃 好 算了這個講了 不太適合現在說 好 你要說什麼接著說 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個陣容選下來 MVP的陣容還算是選得蠻普的 蠻普的 對 會嗎 MVP選得蠻普的 就是在這個 呃 打王方面嘛 打王方面 葛雷麥的嘛 嗯 就是還蠻直逛的就是打王 葛雷麥跟克拉欣 嗯然後黎敏就是蹭王 就是 有機會就摸一下 能摸就摸 那喬安娜這一首是 沒什麼選擇了 就是下下之選 他真的沒別的東西拿了 對 他再拿別的扛不太住 嗯 而且喬安娜 他在如果雙方在做一個換王的動作的時候 他可以就是 就是進去自盲 吸一波然後再走掉 對他可以做到 這點他就可以做得比牛頭更好 對 就是再限制你自盲 但是我說真的 我們還繞了一大圈 得木拉丁者 得天下嗎 得天下 我覺得 Fnatic這場 哪下 我覺得 我覺得不好說 因為 這張圖就是一個打架圖 那我覺得MVP的操作比較強 欸對了 我剛剛還沒有跟阿嬤老師表態 我以為你還跟我表白 嚇死了 怎麼可能 請說請說 很常刷 那個彩虹臉 欸欸欸 就是我心裡是支持Fnatic贏 可是 我打從心裡覺得MVP的操作比較好 喔那 這是廢話 MVP MVP的操作 真是好 你可以不要這樣破人水嗎 他真的操作比較好 但是Fnatic 我就是 他們誰贏我都不意外 他們兩個已經代表了現在 櫻巴世界最強的兩個身體 你真的是很喜歡這種保守答案欸 沒有沒有 只有這兩個我給不出來 L5如果來 我只能講 MVP就著重 如果最後是L5殺上來 MVP就打不過 MVP就打不來自己家的人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一個L5的教練 那個教練就是來戳的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兩個人講的不太一樣 我上一個跟我搭檔的人 就是有在吹Noblis 呃 Noblis是天才 他真是天才 但是 但是怎樣 就是 那一節嗎 在他的世界裡 對在他的世界裡 他就是無敵的 我覺得 這一場 你剛剛是說 你覺得這場Fnatic 會拿下對不對 嗯 我覺得 這種硬碰硬的圖 我還是支持MVP Black 說真的 地圖上面來說 還是MVP Black 這個稍微有點小優 好我們來看 就見真章了 看一下這一場 Breeze他拿穆拉丁 Quakniks的 維拉 薰匹 大摩老師 麥迪文 無比的阿爾薩斯 SMX 雷加 1比1被對方追平了之後 看看右手邊的紅方 MVP Black 我的偶像 沙克來拿克拉辛 然後 reset黎命 TTST的喬安娜 QQ的安娜 然後Rich的 葛里班人狼人 雙安娜 求安娜跟安娜 我剛剛想說 我剛剛一陣子想說 欸奇怪我安娜是不是念過了 欸? 還真的已經念過了你知道嗎 還好你提醒了我 安娜去下路 然後結果不知道在叫哪一個安娜 嗯 哇這裡 就是直接用一個空中的空拍機 開視野 欸 喔 你不覺得那個空 那個在天空上一直噴那個噴機 就像 下鳥屎一樣嗎 對就很煩阿 非常的煩 有點過分了我覺得 所以我就一直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我就覺得噴機這個東西 就不該存在 對 什麼遊戲都還沒開始打 心情先遭一半 為什麼要出這個功能對不對 這裡是下路一個三打三 那上路的話 因為麥迪文還在中間飛 所以MP Break 趁著這個優勢就是先去 想辦法多賺一點 能摸幾下就試幾下 可是畢竟 因為Sake這邊拿的是克拉星 所以他不太好摸 他是一個近戰 玩開了玩開了 各種往你臉上砸鳥屎 然後Rich跟Sake也感受到了 你下來了是吧 等你下來很久了 馬上欸 就是 直接妖木傘到你臉上 八個幾拳也爽 然後結果扣著血 戰損比上面來說 是Sake虧爆 但是氣勢已經拿回來了 對對對 我等你 我忍這口氣已經很久了 沒錯 先1比1 這一場是非常影響的氣勢局 對 誰贏誰停牌 不只是氣勢局 沒錯 很關鍵的一分 但是我相信今天可能會打好打碼 我也期待 能夠為這個BlizzCon 我相信硬霸應該就是打到最後一款遊戲了 對 看起來鬥爭那邊快結束了 然後星海 是CPZ 又很快 所以 應該是硬霸打到最後 星海那個 從 從跑過來跑過去 然後在那邊滾毒爆對不對 嗯 哇這邊 地圖機制已經開啟 第一波地圖機制 我覺得第一波地圖機制 MVP的陣容感覺比較好拿 會嗎 我覺得還好喔 喔 欸不過打起架來真的是蠻兇的 可可可你是剛剛一個走位的失誤 被抓到 我覺得在前面 在這種時間的時候 麥迪文的功用比較不大 對 說真的 真的不大 他就是需要畢業 他現在還是一個魔法式的學徒 好不好 哇 Breeze你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這個Breeze這個人 會一直讓我想到某知名Rapper 來自重慶 蛤 蛤 可是為什麼我看到Breeze我就想到安獨音 我覺得他長得跟安獨音超像 我覺得他長得跟安獨音超像 不是我是有聽這個名字啊 聽到這個名字 好 老是讓我想到來自重慶的那一個rapper 你看像這種時候黎敏 有沒有 烏比只能靠自己的肉來擋 嗯 好再拉起來 喔這波 只能套一個盾給他 真的不行的時候開個門 補足一下你沒有DPS的一個空窗 Fenantic這邊是一個地利優勢 不過 那個 黎敏可以不斷的去丟Boss 消耗 你這時候互換已經絕對來不及了 沒錯 他這邊只能能蹭多少 他們也知道接下來只是慢性的死亡 所以乾脆就拼一波 對 你看 第一波MVP拿到了 嗯 哇 這邊直接就是 派 在跟推上面我覺得最沒用的克拉欣 去做C7的動作 對 其實我剛剛在想說 如果只是雙方純拼Boss 我不覺得Fenantic會輸 但關鍵是 當你是在 能夠給對手壓力的情況下拿Boss 那MVP鐵一定是可以給你更大的壓力的 沒錯 就正如你講的 現在的麥迪文就只四個小孩子 對 他的法術都還沒學起來 開始上課 開門 往前頂 我才誇你兩句 你就頂出來了 什麼意思 好回去回去 假象假象 對我覺得這個是給一波 壓力讓 對手不要這麼靠近自己的外保 嗯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波 畢竟 這個Boss 血量還是不多的 還蠻費的 其實拆到這樣我覺得就很 算是很賺 很優了 很賺了 欸 reset你的位置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拼 這要不是還好 薰皮 薰皮他的那個 注意第一扇門喔 第一扇門開的位置 哇 但是這個失誤了 這個門只能往後開了 只能閃只能閃 可是還是想要過來賺個任務 Breeze 哇 我覺得在poke能力上面的話 MVP Black很夠 因為又有雞尾酒 又有黎明 真的是很多東西往裡 Poke我實在是強 剛剛在那個跟著Boss推的情況下 其實就一直對Fnatic進行消血 欸說真的 在對方poke能力這麼好的情況下 你拿到這個麥迪歐 我說真的其實 還不如雙輔 直接雙奶 不然你續航力是跟不上的 除非你的很精準 我記得我某一場比賽看到那個什麼 瓦里安 每一次都是吃完劑的時候才按招架 而這場就非常有機會就是 他不可能永遠都能夠在密人光球貼到臉上 然後機會就貼到臉上之前把那個保護罩給對手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角色有趣的地方 他的那個操作上下線非常的高 有沒有擋到 就是有沒有發揮他這個角色的價值 那如果拼操作的話 你拼不贏MVP Black啦 你在歐洲能夠橫行霸道 就是靠你的智商高 對 好 我覺得這個 藏心乃了一口 這個傭兵 傭兵就被Fnetik乃走了 呵呵呵 都是我的錯 我不太喜歡這個角色在這張地圖出 因為我覺得他 他在其他地圖 我也很少看到他在這張地圖出 嗯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但是就是不喜歡他在這裡出現 嗯 這裡畢竟不是他的主場 對 那看到這邊 又來了 開門往前壓 沒錯 這都只是 就是打打氣勢 打不太出個東西來 說真的 喬安娜雖然是一個很被動 他並不是太好的一個前排 但是在對手是雙poke的情況下 他反而可以作為最好的保護 硬把綠缺的血量壓低 逼他喝水 合理發揮 水就這樣給他灌下去對不對 嗯 喔 第一波治療 喔 這一波精神之力就不錯 讓Quarknix沒有吃到剛剛那個命能光球 哇 一上來 Fnatic 是不是 誰說搶BOSS 我一定輸你 因為對面沒去打 呵呵呵 好 換位之後 MBLK只能壓進來了 這邊是被迫防守 那要看看Fnatic怎麼處理 要不要選擇強行派一個人去蹭個 不好蹭 Fnatic 對 Fnatic的陣容就是不好蹭 那這裡Fnatic還要先處理掉喪惡傭兵 而且這裡葛雷邁恩已經開始在打BOSS囉 這邊是MBLK四個人來守 喔 喔 Rish又過來 Rish又過來了 那這樣就不是四個人來守了 是五個人強行要開戰 可是對方散得還不錯 這邊防護罩給到 就算你斷補 抱歉我本來就沒有什麼補血能力 那當大家都在退 就是要喝水 就是大家一起喝水 就過去蹭一下 沒錯 葛雷邁恩也是一個很聰明的狼啊 嗯 我就跟你講Rish就是 拿狼 乖乖拿狼人 對不對 這個鳥人就跟你無緣 你知道嗎 別來沾邊 reset的操作之好 我說真的 MBLK招牌reset 真的是不是開玩笑 開後門 直接灌你臉 哇 要回去了 有點怕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路過 開錯門了 Rish這邊就是盡量以人 狼人這邊 以人類型態去進行poke 因為他只要 鋪上去的話 馬上就會中阿薩斯的還攻速 欸 我不得不說 MBLK在這幾輪 這裡是要強上了 Fnatic這個選擇非常正確 他的想法非常好 我正要講就是 喔 205滴 我從來沒有看過 在一開始 拿到這麼多 就是 直接0比50 我直接打掉50% 然後強行換位 我沒有看過任何的 隊伍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下 拿回這個boss 可是MBLK剛剛幾乎做到了六成 所以Fnatic最後這個前壓 是非常有必要 他一定要用臉去灌 而且 他選的是雙毯的陣容 沒錯 他要硬套這個防護盾 然後用體質把你逼出去 強行把這個不休息拿下來 不然他會虧到爆 對 這邊打回一點風采來啊 TDST 我覺得你這個衝就真的是 當對方做瞎子 你知道嗎 然後Sake你這個 有 有一個 有一個你老爹已經說 對 喔 這個精神之力有擋到 有擋到 你老爹蠢你比他更白癡 沒槍桶你硬要桶 然後Sake就衝出去 還好對方沒技能的 不然一定把你留下來 喔這邊是五隻喔 五隻 五隻焉 開後門要灌上去了 這波傷害 想硬殺嗎 但是有個回天氣絕 有有有 乃柱反拉一波回來 Kwaknis被Sake黏上 哇 這邊Fnatic 喪失戰鬥能力 只能退回去 嗯 沒錯 好 兩邊的第一輪Boss 拿的都差不了太遠 還可以接受 這邊很僵屍 非常的僵屍 這樣子 MV Break前面沒有拉開說 沒有拉開差距 目前為止還在僵屍 那這樣子 麥迪文成長到後面以後 他就不會像前面那麼沒用了 是的 前面那幾波 就以剛剛那一波來說的話 兩波Boss戰 我覺得他在於輸出Boss上面 整體而言給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關鍵的開門而已 Fnatic上到10級 直接上來開你一波團 還好 這裡丟了一個補罐 拉起血量 還可以接受 趕緊被那個撤了吧 吸金燕重要 沒錯 這邊 喪失以後 雙方喪失的第一個Boss 爭奪 這個真的是至關重要 是的 看一下這裡 阿薩斯肯定是點 食屍鬼吧 他該不會是想要配合Boss 直接開個冰龍 不太可能吧 我要點一個很尷尬的 辛德拉狗殺 我覺得辛德拉狗殺 還好他沒點 現在辛德拉狗殺 真的是 不那麼實用 唉 想到這個就很尷尬 特格老師 很難得在 他的文上面 不是發廢文 他講了一句就是 看看那精美的新角 亞歷史卓莎 人家就是新英雄 我大辛德拉狗殺就是一招大招 連Skin都不能算 你知道嗎 Dominus 鬥陣那邊要出 這個 諾瓦Skin 我們的諾瓦只能出Dominus Skin 你至少還是個Skin 辛德拉狗殺就是一招大招 對不對 作為 龍 龍類 龍類的代表性人物第一 就開開冷氣而已對不對 而且很少都被拿出來開 沒錯啊 而且這邊 居然就這樣被幾隻食屍鬼 終極瘟疫 欸 蓋過去了對不對 我終於有看到 七星傘了 最近的 欸 祝福之盾 馬上祝福之盾空了 我最近 每次看到聖域掌我就覺得只是來鬧的 七星傘才是一級棒的 剛剛第一場 Fnatic是用七星傘 因為要面對NB的大難症 就是用一個趴速傷害來克制 沒錯 好 精神之力狂擋一波 七星傘傘傘 有沒有 霸氣 無敵 為什麼我覺得這開得比較沒意義 就把你逼退啊 給你壓力啊 欸 打掉這麼多血你還要怎麼樣 你不要要求這麼高 對 畢竟 SNX 就是一件很困擾的事情了 沒錯 欸 TDSST你別這樣子啊 目前為止 NB Black這裡是主場優勢 而且不斷的在poke 不斷的在poke啊 沒錯 這裡打的真的是 SNX壓力很大 而且我覺得我們相較 NB Black的poke能力來說 大摩老師這邊的poke能力 相對不足啊 好幾發都miss了 任務還沒解完啊 真的沒什麼戰鬥力 欸 Breeze 撤到後面去 碰到了安娜 Q甲這邊有一點危險 開門 哇 後面踩三個 哇 先祖乃起來了 阿薩斯頂住 精神之力關三個 哇 脈衝鋒手 封起來 沒有問題 劉曲狂抓麥迪文 RESET 被黏住了 哇 麥迪文倒了 任務沒解完就死了 無比這邊也很危險 青傘閃在前面 有辦法拉走 妖木傘離開 Sake沒死 這波團只有犧牲了一個雷劍 呃 狼人 葛琳麥恩這個求命的光學 再次打中 RESET 就是猛 可是沒有魔了 有魔我就再追 哇 而且剛剛Sake還 回來戰場幫忙補個回天氣訣 在這種殘血的情況下 太神了 太神了 沒錯 你要跟我拚正面 你沒機會的 你知道嗎 沒機會 真的沒機會 剛剛那個操作 展現出來的就是韓國頂尖的硬實力 麥迪文開門 Fnatic這邊的人 都往後面擠的時候 狼人 克拉欣 就直接就是 打你那個點 因為你精神之力也往前面給了 所以他們是直衝麥迪文 那麥迪文的門是 是往前開 可是 他是往後側 那他 我覺得他其實可以就是 就是稍微去玩一下自己的門 要不然他往後跑的話 真的是沒有辦法 就是死在那了 再拉一波團 這裡精神之力先扛下第一波傷害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傾斜閃下來 你兩個前半就直接跑 無比這邊殘血 第二個精神之力再補助還好 綠紙這邊差點收割 可是前面的blitz怎麼辦 開門直接跑 沒問題 這邊石化勝者就這樣子給用掉了 那必須 Fanatic還得再打精神之力兩個 喔唷 此事鬼開出來囉 賣人封鎖 是賣人封鎖 拉起來 欸 鋼鐵指甲開住 能量正波把你逼退 打到了旁邊的Rich 喔這個門進後面 這個門放前面 差點把自己隊友賣掉 還好 怎麼在這拉回去這樣子 欸 Rich的狀態不太好喔 我覺得MV Break整體而言 這邊 一來一往下來 雙奶的續航絕對比丹奶強 257滴血 我覺得這個絕對搶不到了 李敏隨便丟一個招 就直接拿下來 你有種就每一顆都擋下來 沒錯 你每一顆都擋下來我就往你臉上打下去 沒錯 這樣李敏會逼迫對手強迫中獎 而且 那你強化也開了 哇直接關上去 迴避 我還是奶柱差一點點 可是前面你沒有老奶了 你的坦克很痛苦啊 還是只要其量全部打死 人量正波把人拉回來 SNX跑不掉 開了一個門只有自己跟對 最後一個 Kwaknis可以跑 哇 我覺得 這個 Fnatic這邊的選角 我覺得比較偏向自信自選的 因為我覺得 這個單奶 完全沒有辦法抗衡對手雙奶的續航 那 這個MV選出來 目前為止是 還沒有看到在戰術上的價值 而且剛剛那一波團你看到了嗎 Rich我直接上去抓你的安娜 你先祖給不給 你只能給 好你給完了是不是 好你前排被我輕輕閃 還有 這個黎明打得不要不要 你沒有補量了 你精神之力再怎麼強 也是灌不了我一條血對吧 沒錯 哇這個 這波團戰 布里斯你還想要從後面來 對方這個不休者還有滿血的呀 而且這邊是沒有老奶的喔 你這個跳進去 你就是要用一個這個 石化勝者跟對方換就對了 他們想拚喔 他真的想打 不等老奶不能老奶 開門前進往安娜臉上灌 你這邊打得死安娜 我就不當解說了 怎麼可能打得死 維拉直接被狼人給抓掉 對 好互換了一個回來 哇死四隻 只剩下Breeze 就是剛剛在後面那個Breeze 天啊這個沒有等老奶 那這樣子你要一波了 你要為了你這一個進攻付出慘痛的代價 真的 為什麼不等老奶啊 嗯 那不然的話我覺得 既然只是想要用這種進攻方式 那應該是 就是且戰且退 你抓了沒有抓成 那就開門退了 可是這樣子整個打起來 勢必 一定是需要那一口老奶的 是的 他剛剛那種開法真的是 滿夫 太滿了 哇這樣子 我好像說了不該說的話 什麼 我剛剛說如果他把安娜打死 我就不當解說了 但是 結局是一換四 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他這樣子強抓一波 可以把安娜打死 我不當解說了 沒有說你用疊屍體的方式好嗎 你這種疊法 你贏了安娜讓我退休 你輸了全世界又有何意義呢 對不對 大家不要再拱火了 就這樣就這樣 哇 馬上就是 洗乾淨 直接趕快洗掉 會出事會出事 對不對 Winner Winner MVP Dinner 這個哪裡聽過 這個 就是 有點危險 不能講 就是 好像有雞 有點想吃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想吃了想吃了 不過安娜真的打得漂亮 的確還是來到他的主場 欸我剛剛 賽以前是怎麼說的 啊 弗尼迪克自局拿下了是不是 我以後一定是個很失敗的人 長得又醜 兒子又笨 然後老婆又醜 交不到女朋友這種 先把自己奶活這樣子 開始自爆自棄了 先講了一波 戶頭裡都沒錢 對不對 老婆跟別人跑了 這種先奶一波 以後我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還有我 就是他 還有你 我不如去 哈哈哈哈 嗯 這個 我覺得啊 我也是心疼啊 我也 我不是心疼你 喔 我是心疼 Fanatic 因為我希望 我希望Fanatic贏 可是 我真的不得不說 在這樣地圖 你這樣選 就是打不贏MV 這有一種 就是加拿大駕打控制地圖 就不會輸的感覺 就想要扯到鬥陣特攻到過去 我要鬥陣梗啊 我又沒有播對不對 也是也是 你現在知道了啊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長短槍跟雙飛 地圖這個東西 是很重要的 就像心海爭霸一樣 沒錯 對 永遠是靠地圖在平衡 在一個打架圖 你要 你只有跟對方拼操作了 對 那你又選了一個 拼操作好像 其實麥迪文是很秀操作的 沒錯 但是 沒什麼軟用 以剛剛那個局勢來說 他的半能封鎖也是封得漂亮啊 可是 又如何 真的 不要在這個地圖這樣子玩 這個地圖 這個機制 這個塔的數量 不夠你讓 你知道嗎 你想要撐到後期 用頭腦去秀對手 你也要有後期 雖然我們知道 以前我都覺得 永恆戰場不太會容易翻盤 嗯 好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團戰 這個是 4等打5等 3分27秒 嗯 這個開門 喔 維拉的血量是 狀態不好的 這邊 這邊同一個畫面 到底要看幾次 就是開門牆上 對 這些事情 維拉是在後面的喔 夸克尼斯直接被不休者拖住 然後前面發現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只是出來放個風 沒錯 開個門透透氣 然後夸克尼表示 你 欸檢舉四個隊友不打不休者啦 衝出去硬要打架啦 是怎麼樣 因為夸克尼就是安憤 安憤守己就是在家 然後好好的去打 好好的該做 就是做他該做的事 覺得 你這樣子開MV Black 是 有點 要怎麼講 一句話來說就是 合適 那種 正面拔刀的玩法 正面拔刀 你從側翼開會怎麼樣 你一定要正面開門 往人家臉上撞 你當對方都瞎子是吧 就是你要直接在正面 就直接掏出來 那個翹就這樣拔出來 對對對 你這種我就覺得是沒什麼機會的 你知道嗎 對 對 太明目張膽 你就直接拔 要演一下 就算你演得不好也沒關係 沒錯 也沒有人會怪你 可是你正面碰撞 MV Black 我稍微拉扯一下 那個扇陣型 他們一定做得到 沒錯 喔這裡 沙克也是直接強敲維拉 嗯 然後 你看到Ubi Ubi跟Bless他們的反應都很快 他們是強行吃這一顆命的光球 雙塔 藍下雙塔 對不對 他們就是板凳暴徒 藍下怪物 就專門做苦工的那種 沒錯 就直接就擋了那個 手肘就是 肉是直接幫你擋的手肘 對對對 這一球很重要 沒錯 不然如果Bless死在那邊 基本上又要聚虧了 他又可以再撐一個 欸你一旦 少了維拉 那我Poke能力這麼強 一定是把你身材人壓在家裡面 嗯沒錯 然後我再拆你一波門牙 對不對 直接把優勢滾起來 沒錯 所以那兩個坦克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二話不說 剛剛是自願幫擋 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 爭奪BOSS的過程中 他們也是一直在幫 就是BOSS 擋黎敏的招 他那個是被迫幫擋 對 我不能不擋的 你知道嗎 下一張圖 諸侯之木 哇這個 Fernetic Fernetic真的是很愛選圖 MV選圖就贏 MVP就是知道要選這種 他這一分很重要 對他而言 是一個很關鍵的聽牌分 而且 我選了一個 基本上十拿九穩的地圖 你現在拿諸侯之木 又可以開始搞戰術了 可是我覺得諸侯之木 能搞的也不多 關鍵還是拼團 因為他的機制說真的 有限 對 那在於拼團 我期待 Fernetic的這 在這張地圖 拿出他們那個 縫合怪 還有開爾薩斯的小COMBO陣 來了 欸 可是 說到諸侯之木這張地圖 克羅米 還有原式 就是歐風 很喜歡用克羅米配原式 的這種 這種 洗髮組合 可是 包括 卡爾洛斯 還有 馬法里恩 都是在這張圖的 那個 影響地圖機制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些角色 又被閃光 還是很怕 葛雷麥恩 首選 葛雷麥恩 有這個必要 穆拉丁雷加 有沒有機會 還是 有 有啊那麼早拿 克羅米嗎 我覺得穆拉丁還是可以先拿 那 對 穆拉丁絕對可以先拿 克羅米不用 克羅米太快 人家DPS我都選了 你這時候拿克羅米幹嘛 放棄了你這麼好的一個二三手選 留在後面對不對 對 人家被牛頭了 穆拉丁可以先拿 我覺得你DPS也可以先選 因為他自己也封鎖了 這個閃光 DPS的話 嗯 我覺得 Fnatic他們一隻都是鳥人用的不錯 但是 我覺得鳥人用 這張鳥人不好發揮 這張難打 鳥人又不適合這裡 那對於 先選的話 我也不那麼推鳥人 嗯 前段時間才在看團說 我 我這也是在PTT上面說的吧 狼人這個版本這麼劣勢 看到了沒有 職業賽場上 首選狼人 哪裡劣勢 你真的是想要 連鄉民的臉 你都想要拿出來打欸 好壞啊 我是有時候他們會 跳出來說 暴雪到底要增強狼人 什麼 又是 這個 高塔的主人 大摩老師 麥迪文 對 開 吃 開門 送到臉上 對這個 門一打開嘴巴就進來了 這套戰術就是 麥差勞歡樂送戰術 蛤 這樣子沒有贊助欸 所以我沒有說全民嘛 對不對 走到前面去 有沒有勾中沒關係 隨便吃到一個開門往家裡送 對 哇 你覺得我這樣有沒有算預測中 我剛剛在開產前餘 開產前 開產 我想吃一個水燙 好 你接收 所以這就是走套路 就是不跟你玩META 那這樣子的話 MV Break是不是要玩META了 我覺得 喔 雷迦 莫拉丁 哎呀 居然是塔薩達 塔薩達這張圖強 強 我覺得優先順序上面來說 塔薩達這張圖重要 對 那這裡 呃 其實我覺得MV Break MV Break還 其實還有一首喔 是 哲拉圖 哲拉圖可以用來就是 克制 Stitch縫合怪 吃了人以後 強行關 然後硬留住 然後直接跟你 開一波會戰 嗯 但是 MV Break有沒有可能拿 我覺得 我還蠻希望看到 哲拉圖出來 就是來 對付 縫合怪這種陣容 被莫拉丁真的是 非常給尊重 對 嗯 我覺得 莫拉丁 畢竟你們這邊都要走套路了 那 自己 就一定是不要了 那不要了就BAN吧 因為MV Break 雖然等一下是Fanatic先選 但是既然自己不要 那就把它給BAN了 那這樣換牛頭木拉丁都不會出來 我覺得這個卡爾洛斯 就很有可能會出來了 麻法里恩 好 接下來你又很痛苦了 你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個 能夠跟我抗衡續航力的角色 有 我心中又想到一個 西都克夫 斯都克夫 如果要拼續航力 這個版本 講哪量 我跟你講 斯都克夫排第二 沒有人敢說自己是第一 他就是一個刷補量最厲害的一隻英雄 而且拿瘋狂怪打正地戰非常好 我覺得凱爾 凱爾薩斯有機會 凱爾薩斯或者是兩翼 凱爾薩斯 對 我為什麼講凱爾薩斯 是因為他們用過 噢 他們上一次 沒有 我想說 我剛剛那個tone還在輔助這一塊 然後就凱爾薩斯 新輔助是嗎 沒有 因為兩翼 因為他們是一套的啦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能以就是 局部來想 他們是走一套路的那種 我覺得他們打正地戰很強啊 他們可以打正地戰啊 可是現在原式也還是open的 我覺得他們蠻多選擇可以去變化的 喔唷 哈卡原式 喔 哈卡 我倒是沒有想到哈卡 因為我覺得 他們都已經拿出了這個 麥迪文跟縫合怪戰術 可是他們跟前面又做了一點小改變 嗯 因為他們前面是就是 呃 有一種一套秒 然後再用亮翼去做一個區隔戰場 就是亮翼加鳥人雙吹 然後 縫合怪把人家強行帶走 可是現在 他們是就是 稍微改變了一下陣容 哈卡然後原式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 瑞克 喔 還是喬安娜 Chrome 還以為他要拿雙毯要拿一個李奧瑞克 結果選了Chrome跟 喬安娜 喬安娜本身控場美麗 讓你 不是說你說吃就能吃 這樣子的話其實 Fnatic 吃的對象 沒有那麼多 因為大家其實都靠圓圓的 而且塔薩達有浴室 抓清楚你在哪裡的話 也沒有那麼容易就是讓你吃的 這場說真的你要吃到東西難度很大 對 欸 Chrome在這樣地圖 他一定是戰最後的 你一定碰不到他 那 就是那兩頭狼 那兩頭狼最容易吃 就是看這個輔助了 我講續航力 要適合這個陣型的 我只想得到 我講續航喔 我只想得到斯杜克夫 那選別的的話 也不是說完全不行啦 就是你的奶量不行 那就會跟剛剛那一場會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 你會被Chrome poke到生活不能治理 然後 除非你每一次那個球過來的時候 你秒給他一個精神治理 我不相信 從剛剛那一場敵文給我的反應 安娜 這個可以 荷魯斯之眼 安娜報道 哇 荷魯斯之眼嗎 還是 直接來一個就像鬥爭特攻一樣 原是拔刀配合奈米強化 呃 奈米拔刀一次砍五個 暴行一拔都看不到呢 就是你揮了五刀 還是一個人都砍不死 你知道嗎 沒錯 我是很想看荷魯斯之眼 我對那個技能有愛 嗯 我知道我已經聽你說了很多次了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會點 好 你為什麼要這樣 你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互相都有剝對方的那種時候嘛 嗯 但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讓 Fnatic的陣容 拔到20等 因為原是20等它是幾乎有無限刀 無限刀 然後奈米強化20等的強化是 有吸血 嗯 那這樣的話每一刀 都是血 嗯 自己的血 就這樣砍著砍著就回來了 就就奶起來這樣子 對 他不需要吃資源就對了 先活到20等再說 哇 這場比賽 我就開奶了 3比1 MV Black要奪冠了 嗯 今年沒有任何人 能夠在任何遊戲上面 把韓國人的冠軍爆走 我很不希望 連爆血 鷹霸也變韓國人的形狀了 他已經是韓國人的形狀了 Fnatic也就拿那麼一隻冠軍 大家都把他吹上天 剛剛那個投票比例72% 我跟你講你是沒當過MV Black打歐洲隊 你知道當時歐洲多猖狂 那個時候MV Black還沒出國過 歐洲隊就覺得亞洲隊都是雞 然後在MV Black一分 來自於Team Liquid 其他3比0 3比0 3比0 沒有任何歐洲隊打得過MV Black 直到兩年後出了一隻Fnatic 打敗的是誰 打敗的是L5吧 對吧 在去年奪冠是L5對不對 那因為L5是韓國內奸 他專打自家人 他打國外的沒機會的 你知道嗎 阿嬤你好像真的是非常不喜歡L5 都把L5越講越低欸 那個價值一直在降低啊 沒有沒有沒有 本來就是一個隊伍適合打的賽區的對手 這個叫做客觀分析 對對對客觀分析 沒錯 好看一下這場的比賽 這場拿的是一個縫合怪 夸克尼斯的原式 Shrimpi 拿的麥迪文 Wubi 德哈卡 最後是SMX的安娜 好啦 對方的賽末點 看看Fnatic 到底要來怎麼守 右手邊 右手邊 紅方 MVP Black 再拿一分世界冠軍 Sake 塔薩達 RESET CROW ME TTSST的喬安娜 那應該是RICH的葛雷曼狼人 跟Q恰的雷迦 鬼魂之狼也是個狼 嗯 雖然是獸人 哇 先來看一下 縫合怪這個走的是一個傷害套路 就是一個菜刀流 然後 克尼米一樣就是在這張剃圖 我覺得克尼米在這張剃圖 就是點那個 視野的天賦非常重要 而且再配合塔薩達 兩個 根本就像開圖一樣 那這樣子Fnatic 是非常非常難去繳錢的喔 他的這個銀行 永遠都只能提著現金到門口 然後說 本日修飾 對 玩大富翁那個感覺 明日晴早 對對對 很尷尬 哇 欸 老天師突然一講 想一想也蠻感傷的 今年最後的地球防衛隊 聖Fnatic 他們都倒了 就再也沒有人 都阻止韓國人統治全世界了 沒錯 看起來 真阻止不了 EVP Black怎麼輸 拿到這個陣型 對方怎麼玩 這個麥迪文怎麼秀得起來 對不對 對 這句話已經很久了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Fnatic 是不是要封一個 地球冠軍了 嗯 還好還好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還不一定 嗯 喔 你真的覺得還有機會 嗯 我覺得就是看這個 縫合怪跟麥迪文的搭配 是否能夠這個 歡樂送送起來 是不是 能不能穩定住寶 寶元寺安娜到20 能不能這個晚上狂吃外賣吃到飽這樣子 哇 Breeze Breeze這個送頭 是不是 哇 德哈卡這邊也下來 不會是要再一顆吧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要盲目的用自己感情來乃這個Fnatic 從他剛剛那個站位他已經累了 你知道嗎 3比0L5已經壓榨完 他就像什麼 灌籃高手 對不對 跟三王 打贏三王工業之後 下一場直接被愛知之心躺著虐 這個籃球梗也是滿滿的啊 對 看來需要就是像教練 潑水潑地板 然後喊暫停 讓他們去拖地 對不對 休息一下 那這邊繼續看下去 其實我是在奶你知道嗎 我雖然內心喜歡MBLACK 但是我也不希望韓國人真的統治全世界 對 我是在奶的 這個機率已經真是好 我們一個地球村的概念對不對 大家一同就是幫Fnatic 加油打氣這樣子 雖然我的加油打氣他們應該不會很想要 對 但是我說真的MBLACK真的 打得真是好 這個刷冰節奏 欸 你怎麼 誇你兩句你放對方腳23塊 在幹嘛 在幹嘛 這個 現在其實我發現 在這張地圖 大家都崇尚少量多餐 可是我在講 Saki現在真的是MBLACK的洞 你知道嗎 哇 要不是因為Chrome reset要玩 reset的塔薩達玩得真好 我沒騙你 嗯 沒錯啊 這個阿嬤本身也是 荷魯斯之眼啊 誰是動 就這樣子就看 一看就知道了 對 Saki能夠 撐到現在 真的是因為 喔 這個 他歷史戰績好 他以前表現得還不錯 Saki的鳥人我也是記得 又卡到Breeze Breeze 這個收不掉這個收不掉 沒有控制了 Breeze他因為 不是點全坦流 他是一個輸出型的縫合怪 所以他 並沒有像 之前這樣子這麼坦 那這樣子 Fnatic算是一個雙副坦 作為 前排喔 也還好 也還好 沒問題的 也還可以 然後安娜比較需要給 一點時間來 誇誇誇誇 可是 再吃一個 還好還有這個 揪隊友這個功能 沒錯 他再不勾 薰皮就要過來幫他開門 你知道嗎 沒錯 這邊 雙方的錢都是夠的喔 那 可是 就以控制視野 還有影響 腳臂 MVP我覺得是 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大礙啊 沒什麼電視台就對了 沒有沒有贊助 沒有贊助 沒有贊助 但你喊那麼大聲 哈哈哈哈 明明這就是不一樣欸 嗯 可是 這 這幾場下來 Fnatic感覺 也是對阿嬤有愛啊 這個 就是愛用安娜對不對 代號補號 我還以為你在說我呢 不是 不過安娜真是強 其實我覺得 可以還不錯啦 還可以 但如果被 克羅米爆發到的話 我對 阿嬤的 不是 那個安娜奶量是止疑的 嗯 我說真的 本來就喊 所以我才會大聲喊出 赫魯斯之眼 這五個字啊 而且我覺得Fnatic 真的有可能會點 我說真的 奈米刀都是夢想 你想要靠一把刀 砍出來全世界 那請去右轉斗陣退攻 好不好 這裡是爆血型法 沒那麼簡單 有這麼簡單 一招大招可以砍翻全世界 大家都在 那個大學 一定被削弱 沒錯阿 不可能的 第一波地圖機制 果然是 由 銀行守門員 克羅米這一方 MVP MVP Black 繳出來 哇這一個 融資突擊完美的抓到 無比 把他的原質吃掉了 逼輸一波原質 RICH 你這種吃技能的方式 有兩顆奶嘛 對不對 我覺得太過分 太過分了 這就是浪費醫療資源 他這樣不能打鬥陣特攻的 真的 不能阿 對手會極能量的 你知道嗎 就像藍露珠對不對 他這個真的太白目耶 放在那邊給你打 欸欸欸 不過夸克你死 你也是有點過分 哇 這個進化 給得漂亮 Q恰 看一下這邊 傳送門 進行一個退場 那我覺得在 輕 織網膜的部分 Philetic的能力也是 之差阿 非常差 嗯 呵呵 之差 哇 跳上來 給自己一個精神之力 沒門了 沒門 沒門 這次總沒解完了吧 剛剛是我錯 剛剛沒有注意到 他已經解完了 這次總沒解完了吧 哇 這邊想要應收RICH喔 RICH 不要再浪費醫療資源了 真的是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對 以為有那張劍寶 就可以這樣子花 對不對 哇 這個也是一個 頓入到虛空之中 不要給你勾阿 不過他也是主動去開啦 所以 這也不能說他在浪費醫療資源 因為那個 人頭也是他黏上去打死的 沒錯 那這樣子 就是 我覺得Fnatic 如果不趕快 找個機會繳錢的話 Amy Black 上了死 那這一波錢 真的是要囤到一百塊 都出不去了 有可能你一波團 一百塊都 沒得了 你知道嗎 就直接海嘯了嗎 對對對 就是一波就是出不來了 散財童子 呵呵 這邊趕緊來開一下 這個士騎士 因為 開一下然後 把山路兵線都往外推 然後Amy Black 上死級 錢出不去 現在這個錢真的非常難出去 除非靠單抓 抓個破口 抓個破口 就算抓到破口 我覺得 在塔薩達克羅米耶這種面前 也沒有那麼容易啊 嗯我覺得 歐洲敵文 跟美洲敵文 相比之下 我說真的 Raw 20的敵文玩得真是好 可惜 Raw 20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相信他們的那個 呃 維京人 就這樣掉下去了 有點可惜 他敢出維京人 我已經覺得可以給他拍拍了 呵呵 這 也算是第一次出了啦 沒錯沒錯 旋皮他的 敵文 真的 目前為止沒有給我一種 眼前移 他的邁能封鎖是封得漂亮啦 但是 那又怎樣呢 對吧 不是世界第一敵文 來了來了來了 想要歡樂送了 肚子餓了想吃宵夜 對 這也是MBLACK 紀律性 沒錯就是 十幾一瞬間全部擅長 的擁抱 有沒有 奈米強化 唉呀 慫獲 說好的荷魯斯之眼呢 荷魯斯之眼 這個 點了不一定能夠打贏 但是這個夢想流 等一下 麥迪文在想 麥迪文在想 變形炸彈嗎 難不成 我覺得 變形炸彈不太可能 因為 MBLACK的陣容 一定是比較散的 嗯 我覺得 點了的話 釋放機會 很難 比較難成功 反速流殺 先祖祝福斯頓 直攻要害跟 執政官 然後大口吞使 MBLACK交出去囉 孤立 哇 這裡 Fnatic 套路沒有打好 一定崩 賣能封鎖點下去 嗯 哇 我覺得 這個狀況 MVP 優 喔 好大的優勢 優勢很大啊 真的啊 又是很 沒錯 而且 跟上一場一樣 Poke 哇直接吃了開門要帶走了嗎 想帶走 但是想留人 還是帶走了 Q恰 可以 這個還不錯 哇 外帶啊 Coco 歡樂送 請簽收 這一個 而且也是我們講的 他唯一能抓到那兩個人 就是那兩頭狼 他唯一抓得到就是這兩個 其他的都抓不到 對 你不會想要抓一個喬安娜 然後到你臉上 然後天譴一波 後面一個龍之吐息 沙布送帳 往你臉上一罐 想死的心都有 沙布送帳 很厲害一點點 現在 我覺得Fnatic 要一直做剛剛的事情 拖到20 然後用剛剛這種 就是讓MVP 以單點擊破的方式 才有機會走出來繳錢 不然這個錢真的是 就是口袋都塞滿了 會裝不下 這個你知道上限是 一個人只能拿100 真的會有裝不下的情況 不是在開玩笑 他也不會死 他又交不出去 對 他就裝滿了 他就被填滿了這樣子 對 他就被填滿了這樣子 哇 不太妙了 已經白填了不太妙 哇又勾到了 他這裡有給他一個進化 還可以還可以 但是這個嘴巴不夠快 嗯 嘴巴 就這樣子開了 還熱送還熱送 打開了老闆 狼肉外帶 哎呀RICH的操作 畢竟還是可 而且他這波COMBO COMBO的真是漂亮 他還用賣能風手封隊友 可是RICH的操作 畢竟是有位移的 不一樣的 交了一段DASH之後 拉回來 烏比這邊只能吃原子 打不起來 又走了 打不起來了 原是肯到賣隊友 哎呦又把他勾到旁邊去 再黏上去 迅移型過來 烏比還是倒下 這個錢不能不撿 絕對不能不撿 他可以撿 他是這支隊伍裡面 唯一可以撿錢的那個人 因為他有兩個位移 哇 可是 優 呃優點在於 第一波 蜘蛛 有叫出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有稍微就是 有喘息的機會 對 避免了一個 抱錢遺憾終身 守財奴死去 這種概念 沒錯啊 按照我們的理解 就是緩一緩 剛剛那個緊張的氣氛 對 他點的這個天賦也是帥的 這個TTST那一個 就是 開了之後會有一團 轉那個錘子 那個打NIFYS 那個飛 飛錘 NIFYS的時候是有這一套 那個 就是開下去 就一直錘一直轉 一直轉 是沒有很厲害啦 我也覺得沒有很厲害 可是我很喜歡那個天賦 就覺得很帥 你知道嗎 很少看到 沒錯 這個既然點了少用天賦 當然是要特別講一下 特別講一下 名字是講不出來的 我只能 抱歉 現在有幾百個天賦 我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把它全部記下 而且同樣一個功能的天賦 他都會 改一點名對不對 又關到了 又知道了 開門開門開門 慢到後來的時候 open the gate spitch 剛剛你不是很秀 你不是兩段dash 而且再拖一個人來 買一送一 一個不夠你聽過兩個嗎 又關到兩個人 哇 這一個 兩頭狼有沒有 買一送一啊 買一送一 這邊TTST 收拾殘局處理 就是要用這種氣勢 就是這樣子上了20等 這個奈米刀 就可以發揮這個夢想 就可以展現他的威力了 對 對我覺得 10級的奈米刀還不夠用 一定要20級的這個 無限 幾乎無限拔刀 然後再配上這個吸血拔刀 哇 我覺得開始可以看得到 要打滿了 要打滿了是不是 就這樣子你就覺得要打滿了 你有信仰嗎 喔不是你本來就信仰Fnetic的對不對 對對對 沒事沒事 小事情 我跟你講 欸Black 對不對 事不過三 被你抓個兩次 何可以接受 不然你選這個陣衷幹嘛呢 對不對 對 沒錯 你去早點回家了好不好 對 被你抓個兩次合理範圍 不會再有下一次了 但是這樣拖著拖著其實 我強行讓自己加班的一個概念 你知道嗎 已經拖到 就是 你要接近16級了 再拖下去 感覺 我看到了那個曙光 你知道嗎 嗯 我看到了那個地球的希望 是的是的 感受到太黎明升級了是不是 沒錯 哇 而且這一波Fnetic繳到了 這個錢沒有 就是他沒有告訴你說 他的錢出不去 他就繳出去了 又吃了一個boss 對 在這個守門員陣容的情況下 還交到了這筆錢 嗯 就是靠這個單抓 單抓之王 一整個節奏 哇 等級直接追平 沒錯 等一下下一波團 16級正面會戰 你有種你就再勾一次 剛剛那個很噁心的 欸吃了 又開門了 又帶走了 又開始 哇又是這個combo 哇這樣子 綠取 先逃出來喔 先主有給到 好反打 你沒有奈米刀了是吧 出退了出退了出退了 開門開門大家賞 剛剛那個龍之吐息真是痛 真的啊 可以可以可以 欸剛剛那個信號又怎麼一回事啊 奈米給佛合怪 然後MV Break去開戰 你也等一下那個奈米強化結束嘛 好不好 雖然給佛合怪沒什麼卵用 但是你也等他結束 給一點尊重 畢竟是個大招 對 對 哇其實 我稍微看懂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了 因為 他們 就是 很好撤退的隊伍嘛 就以 結果論 沒有死人 然後也拉掉了 那這個時候他們 MV Break 花人力去追擊的情況下 欸欸欸 側翼出來就開戰了 不等你講完 這個機會 卡住了Breeze 開門 很好撤退的隊伍 果然是不錯啊 你有種在進這個門 按到這裡的位置不太好 隊伍過來幫他勾一下 天賢拉了一下 天賢拉了一下 SMX這邊很危險 哇 下一個門又打開來 可以可以可以 這是一波釣魚啊 這裡還是強行關上去了 再給他一個精神之力 還是打不死Breeze都來斷後 TTSC倒地 沒有問題 一換一的狀好兩邊的坦克都沒有 但是我有無比 我有第二個坦克 哇 我覺得這個交換下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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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拖時間 嗯 然後剛剛那個沒講完 這波團一路從這裡 走到了那個地方 開了兩次門 這遊戲我看不懂 沒錯 就一直跑就好了 沒錯 這個就 幾乎就是這樣跑白米啊 對 請問你在跑圈嗎 又講了不該講的字 沒事沒事 我說跑圈而已 就是大家要急著 往某一個地方聚集 對對對 不然會受到某種神秘的攻擊 這樣子 沒錯沒錯 哇 Fnatic的戰術很簡單 打架 我不要 找我打架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除非把你帶走 沒錯 Fnatic現在打的團 叫做圍毆 我只打這種團 叫做霸凌 對 霸凌 噁心 然後Fn... MBLEK就是正面 對著幹 Fnatic正面我不要 嗯 我只要全部人就是 就是對付你一個 這種狀況我才要 而且這個套路 MBLEK 你剛剛不是說 他們已經不會再中招了嗎 哈哈哈哈 怎麼就這樣子呢 剛剛他們沒有被一撥幹死啊 他被刮了 可是Ritch有跑掉啊 是啊 是這樣沒錯但是 我的意思是不會再中 那種你們不要這樣子 你們要把話聽完 就像我剛剛說 不在解說這件事情 你要把話聽完 好不好 好好好 你們不要這樣子 這邊 破百元了 Fnatic 這邊 只要有辦法再繳道的話 順利的進入二十 我覺得啦 進入二十等就是 又托到啦 啊啊啊啊啊 這不是有控傷免疫的穿啊嗎 對 你的鋼鐵指甲在哪兒 抬起來 天賢拉一下 先目盲一下你 我隊友來得及支援 是不是 給你勾個 沒有問題 畢竟你是操克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又吞了 沒事沒事 沒吞沒吞 但是這樣UBI就偷繳到44塊了 你剛剛怎麼好像 偷偷歧視了我大主教 什麼星海巫賊都講出來這種話 神族 他是個PHA 快幹他 你不覺得他不是長得很像巫賊嗎 你不能說出來啊 求神族心理意義面積 欸 有沒有 交出去了 破百元 交完了 我剛才原本以為他們窮的只剩下錢 還不是一樣 就是 還可以換來 還可以買東西 還可以買東西 商店今天有開 你不要再靠近他的TTSAT 他吞快好了 你別貼著他的臉好不好 你給點面子 可以嗎 哇 這裡又是FONETIC的回合了 感覺這個 任務解完以後這個回合就只有在法師的手上對不對 是的是的是的 我這個 現在 我覺得FONETIC BLACK有點怕 沒錯 他不敢再往外面走了 TTSAT是 喔 又 馬上就是這樣奈米強化 而且這樣子是直接 奈米勾 原來有這種戰術 有奈米勾 TTSAT表示我送上門來啦 我就是今天的主菜 你吃不吃 欸 你吃不吃 來 我就在你臉上 而且還有奈米菜刀 喔 已經半命了 他沒說這個 這口我要 他吞走了 欸 這有點歡樂 這場大勾小勾都蠻好看的 對 但是現在有一個尷尬的點 上下的自網膜 你不處理嗎 MBLACK 你別人腦袋裡只有打架 你好好玩這個遊戲可以嗎 M1BLACK就是一個硬上的隊伍啊 嗯 哇 而且麥迪文也是一個有錢的麥迪文欸 43人欸 他畢竟是比較不容易死的那個人 對 欸 TTSAT又來啦 欸 他真的新一代的賽欸 真的啊 賽就是跟他一樣走位都是很浪 嗯 他畢竟有一個雙斧啊 嗯 可是 我覺得 只要把TTSAT的血量消下來 Fenetic 是可以直接想辦法強殺的 嗯 這個BOSS誰敢來做 我覺得 不太好 在那個圈裡面打 不太好 不太好 這個大團需要非常 喔 這個錢要這樣 這麼輕鬆嗎 真的這麼輕鬆嗎 就是這麼輕鬆 哇 就是這麼直接 那那 那我就問你嘛 這個塔薩達跟克羅敏的價值是不是 對 開場吹了半天 他不可能有機會交這個錢 不好意思我全交去 連叫三波 Fenetic的攻勢停不下來 真的啊 嗯 而且要進入20等 20等了阿嬤 可以可以可以 強無敵 不愧是歐洲第一全世界王者 而且麥迪文點的是麥迪文作弊 嗯 作弊 他可以 他可以扭一下對不對 他可以像那個針田玄翼狼一樣 黑色氣場球可以轉三折這樣子 哇 大家沒看過我懂 有沒有全場支援一下 全場支援 王球王子 這裡 20等 看一下Black也要20 20等 縫合怪這個是強化自己的坦度阿 很重要很重要 畢竟他前面都是拍地板 各種拍 對 那 原式跟安娜這個組合不用說了 就是如同剛剛 所計畫的 奈米無限刺血刀 對 是吧 這個吸血的這個功能 就這樣給他上下去了 等一下 然後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等一下奈米 還是給縫合怪 對 對 我也是笑一笑 對 這個菜刀就一直踢 對 他顛覆了我們對這個遊戲 對這個技能的理解 奈米 縫合怪去勾人 這樣子 對 對 就是 多一次出勾 就像是 你有無限的錢 你可以一直買彩票 對 中一次就是有對不對 鬥陣也是有這種啦 奈米燃鹿珠 可是人家燃鹿珠是有DPS的 對 這隻長得很像 對 但是傷害有差 沒錯 雖然說都是拿著勾子 都是胖子對不對 但是 但是胖子就去玩輔助 沒有沒有沒有 當我沒說 這兩者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不是不是 是順口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你今天表現得不錯 我很滿意 好好好 來了 該打架了 扯了這麼久 所有的 直接是帶走Ritch啊 欸 麥提雲作弊 但是好像不需要作弊 他沒有轉彎 他有轉彎 但是其實 小轉彎 Ritch還沒有死喔 奈米刀 開砍了是不是 無雙模式 開始砍起來囉 我的鞋量 我自己賺 先祖保在Sake的臉上 這邊Ritch倒了 沒有DPS了 M Blake 你該撤退了 結果打著打著 Fnatic拿到一個人頭就走了 有點 穩 穩中穩 太穩了吧 哇 那這樣子 MVP的回合 他們好不容易 交到了這個 我覺得 Fnatic他們 輕機制是 稍嫌慢一點 可是就以現在這個兵線的位置來說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還可以 有沒有覺得要打滿了阿嬤 你覺得有 那麼一點點看 O'O'O Downtown 反應很快 不要急 reset 他的名字是 R E S E T 不是 R I C H 好不好 不同人 我怎麼覺得你好 也不是S KE S A K E 那兩個很坑爹的不要拿來比較 真的阿 這樣好嗎 我真的覺得你好像在上英文課教我怎麼唸單字啊 對對對對對 喔唷!TDST 勾坦有沒意思 對不對 不要勾坦 證明我勾過 對 對 喔 我的訊息上來要砍你的臉了 這一波先祖治療跟執政官是沒有的 嗯 而且 可是刀也還沒好 對 刀是CD比較長 但是安娜的CD其實是短 但是那個安娜的大招跟原色的大招一定要賠到 不會啊 我就跟你講他可以丟勾肥啊 我先丟一波勾肥等你刀好之後我奈米強化又好了對不對 對 比較廉價嘛對不對 比較廉價 比較簡單 就一口勞血 對吧 沒錯 哇 這個會佔 我覺得Fnatic到了20 正面的能力就有了 但是如果能夠霸凌還是霸凌一下比較穩 當然當然 霸凌是他們最重要的 好啦 這一波 喔 睡兩個 睡得不錯喔 開門直接走 賣定我的血量 還有進門了 屋表把人家拖走 那這樣子轉火屋地 哇 直接盾地 我比想走但是 想盾 你想騙誰 盾地起來吃一個原子 喔 這裡還是開門給他走了 懸品者撞到很危險 剛剛那個晉尾酒 哇 被玩笑姐遇起殺 被司機打死了 而且任務是掉了嗎 可是Kromi倒下 任務 喔 21的 這個是任務掉的意思吧 沒有沒有 那只是他是被傭兵打死的 他是被傭兵打死的 應該解完了 應該解完了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我 非常的緊張 嗯 哇 這樣子這波算是 可是剛剛在一陣混亂當中 Kromi被收掉了 對 欸 這裡 欸 這邊 塔薩達斯還沒有開大 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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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剛講完 開始 沒錯 這個 無限執政官 你無限容易聞就是吧 10等 10等的執政官做到20等就黑了起來 直接變成黑球啊 8的你不要不要的 哇 不會吧 有沒有一種要3 要3比1的感覺啊 這一個 這個 還記得這個畫面吧 目光執政官 無限秤主堡 我不用打爆你 我照樣把你主堡拆掉 混合過人復活時間太久了 哇 這個祝福之登一波傷害灌倒 這個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險 開始拆核心了 AVBLACK要拿到世界冠軍了 我的天 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會不會發現上一次的慘況 夸克尼斯這邊沒有刀 這一個是沒有刀 而且還有牽住這條綠曲 保住的綠曲 狂拍猛拍換倒了一個人 這一個沒有辦法 MVP世界冠軍 同回到櫻霸著世界頂點 Fnatic還是倒下了地球防衛總部 全部淪陷 恭喜韓國人再次統治世界MVP FLAG3比1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怎麼樣 怎麼樣 我 我 我的 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 我是專業解說 好不好 我不讀奶的 太專業了 太專業了 世界冠軍 打得好 剛剛這波團 處理的真的是漂亮 沒錯啊 Rise剛剛在最後面 他對他自己的站位 跟那個拍地板的影響力 太輕敵了 還沒想到對方臨時的一個轉火 啊 縫合怪啊 死的有點早啊 嗯 而且我覺得 就算這個夢想流 撐到了20等 他們還是 要 就是用以霸凌的方式 一步一步來嘛 好像就是 有了一個能力以後 就是想要跟你硬幹 我覺得這很可惜 非常的可惜 差一點就可以再看一場 感動的瞬間 Q起來又哭了 哇 以前的他們可能沒辦法這麼感動 但是 這一座冠軍得來不易 而且這是 BlizzCon 對 最終年終總決賽的冠軍 哇 剛剛媒體的票選 他們只有20%的勝率 然後 阿怪老師 我就說歐洲一定可以 沒有重視 相信我們家Black 這五個人 就是世界現在 鷹霸最強的五個人 砰 有幾個感覺 有帶商圈 對 但是組在一起 的確是強 無敵 沒錯啊 每一個人 就是各自 就是 一隻手一隻腳 這樣拼起來對不對 嗯 哇 打得真的好 打得真的好 不過 就打到現在來說 暴行吧 應該是Breaty Kong 欸是最後一個打完了嗎 對 應該是已經打完了 不一定 我現在 好在意想 還有哪個遊戲還沒打完 如果 最慢 可能星凱真棒 有可能還沒打完 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我們是最後了 壓軸 現場這個觀眾 一定是從別的舞台 跑過來看的 才有這麼多 對不對 哇 這不是我們的大比利先生嗎 嗯 我們的 這個 季頭哥之後 我們家總監 是吧 對 出來講話了 嗯 世界冠軍就這樣子誕生了 是的 太感動了 去年這個時候還在 還在當兵 然後就聽說什麼 蛤 改朝換代了 Fnatic稱霸世界 果然我一回來 又變回來了 這才是我認識的陰霸圈啊 對吧 就這五個人 這五個人 嗯 但是有幾個 蛤 有幾個 欸你這個時候又不 不幫我說話了嗎 好像挖坑給人家跳欸 S開頭那個 他要加油啦 要加油 對 但是 這個好眼熟喔 欸 為什麼你混進去 喔喔喔 欸欸欸 NO哥 會混進去 應該是理所當然啦 嗯 就是就是 果然啊 我就說教練一定行 有L5的教練 一定能奪冠 原來是這樣子啊 就是天才 沒錯啊 他的理解 就是無敵的 六打五欸 他不要上場打都沒問題 到底是誰霸凌誰 對不對 沒錯 哇 這遊戲裡面 你霸凌了那麼久 可是 其實 他們是有後台的啊 韓國人齊心對不對 五個韓國人打你 你沒聽過吧 有六個你聽過嗎 哇 他們這一隊都可以 組去打隔壁棚了 都可以打鬥陣特攻 沒錯沒錯 這六個加強 應該還會被虐的不要不要 按照他們剛剛那種吃技能的感覺 應該是點不太住 沒錯 這個 哇 最後 1C2很可惜 沒辦法見證他們奪冠 終於來到年末的時候 韓國叛徒被Fnatic打掉了 他們好好的趕接了一番 送了一分之後 3比1把他打掉 3比1 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拿下這座冠軍 這個瞬間 明年會更好 Q恰一直在哭 Q恰已經很久沒有抱到獎盃的感覺了 其實我覺得Q恰 Q恰也是可圈可點 Q恰 音霸奪冠 一千人看 Q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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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冠軍 HGC最後一戰 恭喜他們啦 打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這是那個機動主持人 機動哥 對 機動哥 其實你也差不多機動 我還好 我還好 我已經很收斂了 如果是在別的地方 就不只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阿嬤等一下上來打我 我有點怕 那個 他昨天被我罵的好慘啊 對對這個 沒講觀眾不知道就是 就是我們碰完比賽以後 然後那個 鄰居這邊的老人家 直接開罵耶 半夜不睡覺在那邊吵什麼吵 重點是你知道 三點的時候那個時候播的是你 然後被罵的是我 直接坦一波耶 原來是這樣子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真是拍誰 真是拍誰 因為我是上早班的嘛 然後我下班就是出去以後 那個阿嬤是直接對我開罵 不是說你這個阿嬤 是真的阿嬤 然後他說 你們三點的時候在那邊吵 在幹什麼東西 都不能睡覺 或是說明天就不玩明天就不玩了 忍耐忍耐忍耐 好 結束啦 終於 終於是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個 精彩的一個3P 還差一點 其實有點意猶未見的感覺 這時候又突然很不負責任講說 好想看打好打滿 但是 沒錯啊 高掛天空 又可以看到新的Amy Black的做起了 高不高興 還不開心啊 買不買 該花錢肉 新噴漆 2017年HGC 新任冠軍 王者 不知道是會用金幣 還是要叫你課金 但是我覺得 不要叫我抽就好了 抽我是完全不行的 哇 這個 這個獎盃 造型 是比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盤子跟這個比就完全不在一個打 對 那個亞洲去AVGC在那邊舉盤子對不對 那個盤子 感覺好像可以丟起來叫寵物去接 哇 還是 不太一樣了 英霸果然還是得看這五個人 可惜啊 坦克不是賽 好 還記得那個時候他奪冠有賽還在的那個年代 哇 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欸 你之前前幾天說賽已經 什麼 快不行了還是怎樣 那個不是他的年代了 沒沒沒 我沒這樣講啊 TP會輸 就是那個小帽子哥的錯 哇 那個 我們NO哥 你知道嗎 TP會輸真的不是 賽還是打得很好的 呃 可以可以可以 可是 可是賽 感覺好像 明明這是他的版本對不對 木拉丁的版本 嗯 可是在這個小 喔喔喔 基里 小心小心小心 哇 自己的主播也是辛苦啊 對 滾起來對不對 嗯 直接爬上台 聽說AVGC要被買了 對 明年希望他們改名之後 可以繼續維持他們的一個好身手 對 嗯 改名就新氣象 然後玩了一下彩帶 喔 基里這邊要來拍照了 這個畫面其實有點違和 就不知道為什麼 攝影機還要這樣拍 有點尷尬 對不對 拿了世界冠軍 喔 他是幫 他是幫Sake拍照 喔 欸 Rich幹什麼東西 為什麼 就是 你有這個福利 這是 喔 冠軍的福利 喔喔喔喔 那為什麼只有Rich有 蛤 抓到 人家Rich粉嗎 喔喔喔喔 就是把Rich都捧上天啊 然後就是阿嬤後來就開始 還是剛剛 剛剛贏又不是Rich的功勞 剛剛Rich最二了對不對 就是不是鳥人的樣子對不對 哇 哇 這個奪冠的世界很感動啊 話說這個攝影機 到底有沒有拍到我們特哥老師 看了那麼多天了 一定有 你有看到嗎 一定有但是 就是 我還真的沒看到 只是你不知道在哪兒 真的 茫茫人海之中 對不對 欸 好 再一次的 恭喜 MVBlack 拿下這個冠軍 那也沒錯 HGC爆雪雲霸 今年度也畫下來一個 美好的句點 告一個段落 告一個段落 全部的轉播到這邊 也謝謝所有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那我們 今年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